第521章登岛 宽阔通天岛 人生鼎沸 众多修行者云集 沙摩顶落下之地 乃岛屿北侧的大广场 广场后方屋舍长牌 错落有致 此地乃通天商会招待贵客所用 驴鸳踏出大顶 心神一动 那有黑大顶就凝坐一黑药光团 溢入他弃学小天地 木焰逆改的魔纹阵裂 被禁术阵碎 融入其身的沙摩顶 再没有一丝一毫 无利于驴鸳修行 无利于他掌控的外力暗含当中 甚至 连那位在新晋海域的海底 被沙摩顶吞没吸纳的天魔沙灵 竟然都被粉碎之剑的剑意 剿碎了残存的顽强意志 和顶魂对峙 那沙灵不屈 不甘心的情绪 荡然无存 沙灵在顶内小天地 如今被一簇簇怪异的魂能包裹 其中很多的魂能 来自于混浊魔胎 乃于驴先前收集而成 各式怪异魂能 包裹着沙灵 冲杀他原先的念头 对世间的怨恨报复 顶魂在欢呼 告知于渊那剑倒 那位大剑仙的粉碎一剑 令他将顶内潜藏的一切危机 都给化解得干干净净 一缕建议 粉碎莫艳不至 捣碎沙灵的反抗 将紊乱的顶内天地 拨乱反正 于渊反倒是因祸得福 于渊 你怎么认得那位老神仙的 通天商会的朱佩宁 神色惊异 转身看向更远处的江玉蓉 说道 不应该吧 那位老神仙 很多年没有露面 更不要说出剑了 江玉蓉公声道 范大剑仙 的确许久未曾出见 广场后侧 那一排排被商会用来招待贵客的巫舍 有许许多多的修行者冒头 好奇打亮着于渊 于渊 似乎在什么地方 听过这么一个名字 咦 从新进海域归来的齐南斗 说过这么一个人的 我听过 我宗的池英 向宗门禀报的时候 反复提起他 且极为推崇 那于渊 好像得到了巨兽惊破 还有那座大顶 就是他 能够被商会邀请 入住在哪些乌舍落脚者 都是浩莽天帝 各大宗派势力的大修 亦或者散修当中的异类巨拨 他们都看到 粉碎之剑庇护着于渊 将其带入通天岛 扇摩顶 于渊 两者联系起来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 轰然一阵后 立即就对上号了 知道了于渊的身份 那位 难道是因为剑宗孔半壁 不对啊 孔半壁又不是修炼他的剑道 不是他那一脉啊 奇怪 他为何会替于渊出剑 大剑仙的一剑 意义 可不寻常啊 围绕于渊的议论声 在那粉碎之剑离开 消失在剑道之后 再也掩盖不了 忽然就喧哗开来 很多人 知道更多内情 还到不久前 烈日俱勇的火焰神殿 重创了原杨宗的那位 商会的另外一个镇守 还有魔宫的幽魔使 那个 掌控着极寒冰宴 四处杀戮的女子 也在当中 道道惊奇目光 充盈着疑惑 全部凝视在于渊身上 随我来 朱佩宁轻壳一声 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率先向广场另一侧 商会内部成员 入驻之地而去 童老前忽然踏步 朱佩宁淡淡道 于渊 原城主 你们两个过来即可 我呢 童老前苦着脸 李静通天道 按规矩来 朱佩宁没有回头 心声喝道 将指示 你安排一下他 看他要住何处 待几天 想要购置或出售什么 好的 将玉蓉迅速过来 赌在童老前 和于渊 圆连咬之间 童老前只能眼巴巴的 看着于渊 于老弟 为了你 我连玉楼都没了 你可答应我的 在你活着抵达通天岛之后 要害我人情的 江玉蓉吃笑一声 不屑地说 他们能踏入通天岛 是剑宗那为大剑仙的帮助 你童老前没怎么出力吧 我在别处 可是出了大力的 童老前道 江玉蓉还要讽刺 于渊转身 看了他一下 说 容后再说 你我都在岛上 暂时不会离开 我答应你的事情 不会忘记 童老前眼睛一亮 于老弟大气 如果没有见宗那为大剑仙 因为于渊递出一剑 以粉碎万物的剑意 助于渊破开锁有阻扰 童老前不会如此欢喜 因为 他始终觉得 他嘱托于渊的事情 比不上那座辛苦打造的御楼 可如果 于渊能得到那位的青睐 让那位都高看一截 就足以证明于渊的价值 比他当初推断的还要大 这样的于渊 欠下的人情 兴许就能和御楼相提并论了 御楼虽为天极器物 可是在通天商会 在那位大剑仙眼中 也只是寻常之物 并不是万中无一 不是不可再造的 大广场另一侧 有一片庭院假山 小桥流水 一洞洞 更加矮小精致的楼宇 坐落其中 幽静典雅 朱佩宁领着两人 来到其中一件白砖青瓦的小楼前 亲自带他们进去 才说到 通天道 最安全的就是这里 除非如纳饭和清般的大剑仙 朝这里挥剑 不然内脏的山水大阵 不会破损分毫 在这里 他竟敢直呼范和清的本名 而不是拘谨的 一口一个大剑仙 老神仙 很明显 商会内部成员所在的庭院 能蒙蔽魂念感知 就算是范和清 不光明正大施法破镜 也无法聆听他们的对话 劳凡前辈了 原连瑶局身行礼 实在没有想到 那个叫令竹云的丫头 被天魔附体之后 如此的穷凶极恶 手段惨绝人寰 别输你了 谁能想得到呢 朱佩宁叹了一口气 外界的天魔 降临好莽天地时 向来小心谨慎 如他这般 四处杀戮 残忍如此者 我也没亲眼见过 我们 原连瑶询问 先入住 朱佩宁神色凝重 烈焰群岛的状况 我们还在确定 原杨宗 魔宫和我商会那位 伤势如何 也要先弄清楚 停顿了一下 他指了指头顶 最最重要的 是要弄清楚 好莽天地的外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没明白前 我什么都不好说 什么都不好讲 原连瑶轻轻点头 我知道了 你们就先入住 哪儿都不要去 朱佩宁又叮嘱了一番 就告辞而去 怎样 原连瑶道 已经端坐下来 胸口气血小天地 不再暴动的鱼晕 咧嘴一笑 那一剑 帮我解决了 所有大顶的隐患 杨了杨手中剑翘 剑翘底部的寒厉 也被再次封禁镇压 不可能作祟 话到这里 他才有些失落 唯一可惜的是 当初辛苦采集的 一缕缕的剑翼剑芒 因为令竹云的恐怖攻势 差点消散干净 以后 怕是无法动用这剑翘 在关键时刻保命了 原连瑶轻轻吸了一口气 和他一样坐下来 若了罗尔鞭碎发 那位大剑仙 为何会递出一剑 帮你解决所有麻烦 应该是他 于冤指向剑翘 他 这把剑翘 出自于无眉一地 剑体部之所踪 于冤眉刻意隐瞒 一道剑魂 被我在陨跃境地获得 融入我手臂骨头 剑翘 那柄剑的主人 没意外的话 也出自剑宗 此人在外遇心河 几乎将天魔族的 月魔异族灭族 将明月斩裂 也是他 单单以剑翘 镇压着那未暗遇修罗的 白金头骨 这说明 那未暗遇修罗 应该也是被他所杀 被他割了头颅 以剑翘刺入 阻止他残魂灵至虫具 出剑的那位 必然是任的剑翘来头 才会给出一剑 第522章 第一头上谋 有黑大顶 高悬半空 于冤身在顶内小天地 再没有感应出 任何黄庭小天地的异常 八促太阳惊火 变得极为温顺乖巧 没有被明顿坤施法调用 顶避众多魔文印记 暗含沙摩宗的诸多精妙魔诀 有着夺天地造化 明恋沙灵为沙摩的神奇力量 呼 一道冰蓝幽影 赫然是水月宗罗依依的形态 虚幻地浮现出来 只看一眼 于冤旧之眼前的罗依依 乃那位奇异沙灵 以天魔的变幻神通 显化出来的样子 冰蓝罗依依 静悄悄地立着 一动不动 顶内小天地 从那混浊魔胎具涌而来的 各式博杂魂力 注入他体内 冲洗着他不屈的意志 想要替代顶魂 成为此顶弃魂的野心 明顿坤当初所言 呼应入心头 依照明顿坤的说法 此以天魔演变的煞灵 并不是自然形成 而是魔宫的大修 在沙摩顶旁边斩杀天魔 通过后天的方式强行造就 天魔凝煞 未曾有过先例 眼前的煞灵 就是由一头外遇天魔 被魔宫大修屠杀之后 造就出来打算将其融入 沙摩顶 成为新的气魂 魔宫大修 并不知气魂未曾彻底湮灭 而是潜藏极深极深 沙摩顶迭阶 从神气沦为天极气物 那位大修认为根本原因 就是顶魂死亡 将天魔凝为煞灵 是想要他成为新的顶魂 作战沙摩顶 让这件文明天下的兄弟气物 再现往昔荣光 赤拉 一束幽冷魂芒 在顶内的罗依依脑海方位 骤然爆开 不知所在的顶魂 突然激动起来 成了 于冤错恶之际 就见罗依依整个人 化作一汪冰蓝水叶 在顶内半空漂浮 宛如虚空的冰蓝溪河 一股冷冽忧寒气息 从中传荡开来 冰蓝溪河再次变幻 成了另外一道 和罗依依相比 要高冷太多的怪异身影 那怪异身影 高大异常 仿佛由寒冰雕琢而成 身影有明显女性特征 仔细去看 发现上身为人的形态 腰腹之下 赫然是蝎子般的模样 仿佛 这才是那位演变 沙灵的外语天魔 最原始形态 上身为人 下身为蝎的高冷女子 眼瞳冰蓝 内部没有人类情感 看着给人一种幽冷 死急 万年孤独的气息 她完全受气魂掌控 成为被于渊融入之后 顶内的第一个沙魔 这位沙魔 冰蓝眼瞳 突然看向于渊手中的剑翘 顶魂陡然兴奋 剑翘内的寒力 反省似于她 于渊一呆 什么 那把剑翘 被风震在底部的寒力 有助于她的强大 顶魂欲发激动 新的主人 我明白了 炼化为魔之后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什么 于渊道 先解开封镜 将剑翘底部的寒流 在此方向天地释放 顶魂再次催促 此顶 被她彻底炼化之后 她知晓顶魂的出处 也是神魂宗 后面一连串的事情 已证实了顶魂的忠诚 于是 于渊虽心存疑惑 还是依言行事 她尝试着 去沟通剑翘内 如今所存的那粉碎剑翼 咔嚓 一声脆响 剑翘内那为大剑 先遗留的剑王 应生而碎 剑翼就此消散开来 羞 一股幽冷寒流 从剑翘底部喷射而出 受那沙摩西影般 忽然融入其体内 成为了她的一部分 啊 于渊大吃一惊 心道怎会这样 剑翘底部封存的寒流 来历 她是知道的 无眉一地内 那位暗玉修罗的白金头颅 被此剑翘洞穿 剑翘 和那暗玉修罗的残存意志 有过数千年的争斗 她在暗玉修罗的眼瞳世界内 看过数不尽的寒金 都是暗玉修罗的残魂聚集凝炼而成 似乎来自于永不见天日的酷寒暗玉 暗玉修罗的自我意识被抹杀 那只眼睛 其毕生感悟 都被鱼珠得到 可暗玉修罗和剑翘斗争多年 渗透在剑翘的暗玉寒流 都被镇压在剑翘底部 被密集的剑芒交织压制着 始终未能外溢 不久前 令竹云流露出 对那寒流的贪婪和渴望 可她并没得逞 而现在 模糊虚幻的这位上魔 忽然的此寒流注入 竟直接凝为实质 上魔化作一位 望着变绝高朗 容貌也颇为出众的外遇奇异生灵 依然是上本身为人 下半身为蝎子 可不再是水之形态 而是通体为冰蓝 剔透明耀 寒气逼人 童的一生 她竟然燃烧开来 冰蓝火焰汹涌 不知为何 此刻的这位上魔 落在于渊的眼中 那气息和感觉 隐隐约约地 和令竹云有些相似 夺舍令竹云的外遇天魔 和眼前这位 属于同一族群 鼎魂分明有些兴奋 两个天魔 应该在同一时间 一起降临浩芒天地 其中一位 被魔宫大修捕捉 斩杀在大顶旁 演变为煞灵 本欲替代我 执掌此顶 另外一位 该是侥幸逃离出去 潜藏在久悠寒冤身处 炼化了极寒冰宴 附体那丫头的天魔 会被黑巡说动 会来新进海域 定然有着 为化作煞灵的天魔 原因在内 那丫头 无故一切必杀戮 要找到你 剑翘寒流是一个因素 可最大的因素 应该是她了 得到寒流 还有她 那丫头必然实力暴涨 再往前进一步 她能得知这一切 应该是冥笨昆的告知 这位 被古老妖族镇压的 新进海域海底 不知道多少年的星空巨兽 暗中看着一切 她知道的秘密 比我 比黑巡 比薛灵祭坛都要多 禀魂推断出真相 于冤厅的单若木鸡 两位天魔同时 历临浩莽天地 被本土大修追杀 一死一逃 死的 沦为现在的薩魔 逃离的那位 此刻在令竹云体内 极有可能反被令竹云囚禁着 她 你确定能控制住 于冤道 恋为薩魔 就由不得她了 顶魂信心满满 顶内 第一薩魔就是她 容我在洗涤一番 巡浮之后 就能拿来作战 主人 这位薩魔非常特殊 潜力无穷 比起当年在前任手中 诸多强大的薩魔 也不遑多让啊 薩魔鼎的奇异之处 在于薩魔越多 越强大 顶魂也随之变强 顶魂 依靠炼化掌控 收集薩魔 而发生蜕变 而令这件 沉疾多年的气物 有可能恢复巅峰状态 沉气有持续进阶的能力 若是在于冤手中 顶内的薩魔极多 品质更高 此气物的品阶 都能继续提升 气物品阶提升 顶魂也将愈发强大 它能为我作战 还需多久 半月 半月之后 它就能利用起来作战 战力 如何 看它和那寒流的融合程度 如果足够气和顺利 它的战力 应该能抵得上 一尊中期境界的阴神强者 雨晕眼睛一亮 上磨 有没有继续提升的可能 有的 如何做 它气和的寒流 若有更多 它能再次强盛一劫 或者 斩杀更多的天魔 以天魔之魂饲养它 再或者 你能抹杀那个丫头 将它身上的极寒冰雁 将它镇压的那头天魔 融入我们的煞魔 有点困难 不急的 可慢慢来 顶魂显得信心满满 主人 半月之后 这位强大的煞魔 可以在我的掌控之下 进入你的黄庭小天地 做什么 它携带的冰蓝火焰 兴许能将太阳惊火 那明顿昆流下的印记 给寻到并抹杀 那样的太阳惊火 才完全属于你 再也不会不受控 第523章第三阵手 处日后 于渊族不出户 在商会安排的僻静楼阁 一边和顶魂沟通 一边审查自身 剑宗 第七大剑仙 范和清 逼出的粉碎之剑 帮他剔除了所有隐患 煞灵成功被炼化为上魔 吞没剑窍底部寒流 再次发生蜕变 大顶 顶魂 都因此而受益 对范和清 于渊生出一种敬意 通过这位大剑仙 也让他明白 最巅峰的战力 能扭转一切恶劣局势 范和清一剑之威 令令竹云拜逃时负伤 令明邓昆没有再次妄动 也令顶内异常消失 甚至将那寒流都震住 这 便是大剑仙的令人生畏的地方 还是要尽快提升自身的境界和战力才行 一缕心神念头 悄然溢入戒子手镯 看着那一块块固体精块形态 万年琥珀般的 散发着松香的巨兽精魄 于冤暗自思索 大小不等的巨兽精魄 本有十三块之多 一块交给非侠岛的祖安 换来钥匙 通天商会 则预定了两块 原连瑶也索要一块 这么一来 能供他利用的巨兽精魄 就只剩下九块了 破玄境 气血小天地的再造 要借助丹药 他皱眉沉吟 我只信得过我的丹药 可如今烈眼群岛局势混乱 我已被各方势力盯上 若离开通天岛 必然要万分小心 先观望一番 待到确信局势稳定 寻一个契机 悄然离去 他打算等待一番 等局势稳固 保天清晨 商会地将玉蓉清灵 叩门求见之后 对袁蓮瑶说道 袁城主 是魔宗的方耀来了 他要见你 一身鲜红长裙的袁蓮瑶 神情一阵 我这就去 方耀 乃是魔宗当中 他最熟悉的那个人 方耀比国师周苍明 更早踏入暗月城 因猎火己 接纳了他父亲袁秋访 不久前 在海外一座炎热岛屿 祝他宁练出阴神 他对方耀 最为信赖和放心 李爹也来了 也在岛上 江玉蓉清笑一声 在门外道 方耀和你爹 想见一件鱼渊 不过呢 此地乃我们商会内部要地 便是方耀大人 都不能随意进入 咦 还有鱼渊 如果要见他们 只能出去才行 屋内鱼渊 听他这么一说 心中了然 他和袁蓮瑶两人 会被朱佩宁领到这里 可不像是海游船时 商会是因为给方耀面子 让袁蓮瑶入驻第四层 这趟 他不是沾袁蓮瑶的光 通天商会的朱佩宁 之所以做出如此安排 是因为范和亲为他递出了一件 粉碎万物的建议 代表着大剑仙的无上威严 代表着烈眼群岛当中 第一人的力量和意志传达 自在境的范和亲 见宗久大剑仙之一 比现今的方耀 自然更有威望 羽渊站在门口 因父亲的到来 美目一出喜色的圆莲瑶 娇艳如花的脸蛋 充满了稀奇之色 要不要一起呀 说这句话时 他忽然很羞难 父亲当年在暗月城时 他和羽渊的关系 远没有今日亲密 然而 先后经历了允月境地 无眉一地 还有这趟的连番事件后 他和羽渊之间的谣言 就先散播开来 尤其是在飞侠岛时 他对待羽渊的态度 从海下飞出 他背着羽渊去通天岛时 羽渊的身份来头 随着范和亲的地见 随着一位未央神强者的出现 这几日定然在猎眼群岛 变得众人皆知 他 和羽渊的关系 或许也被传播得扑朽迷离 暧昧不清 袁秋访 何方要一道而清零 应该也会询问此事 他忽然有些紧张了 我暂时不离开这耳 驴渊笑着摇了摇头 你问清楚外面的状况 直接告诉我 猎眼群岛的局势如何 他指了指妖附处 黄亭血窍的部位 补充 隐患还在呢 此言一出 袁连瑶吉有些轻松 又有些失落 他嗡了一声 便在江玉蓉的带领下 走向外面 房门轻轻眼上 这一处岛上的幽静宝帝 有商会搭建的旗阵 在小桥流水 在假山骑石 在一栋栋楼阁之间 在这里 于渊倒是不担心被外人打搅 不会担心再被明顿坤窥探 事实上 他没通过沙摩顶保护 人不在其中 八措太阳经火都无异动 相当的安分 于渊猜测 一方面是正法的缘故 另外一方面 明顿坤通过令竹云 该是知道他在通天岛 被商会给保护了起来 剑倒 毗灵通天岛 范赫青还为此出了一剑 明顿坤在自负 没有恢复全盛时期力量前 应该也不会和范赫青应来 那位 可是剑宗排名第七的大剑仙 可是自在静大修 放在浩瀚星河深处 都是令天魔恐惧 令外与生灵战斗的强大存在 可可 李奇老弟 不是 于老弟 你瞒得我好苦啊 袁连瑶刚走 一个听着有点熟悉的声音 忽然在房门外响起 那声音 听得于渊都是一脸错愕 心道 怎会是他 海游船时 他刚登船不久 那位名叫逢中的风影者 也是忽然闯进来 叩门求见 如今又是如此 不同的是 他当初在海游船 可现在 他是在通天岛 伤会内部的起地中啊 此人 定然不是寻常来头 与渊心神一动 便走了过去 将房门推开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除了那一身灰袍 留着山羊湖 贼眉鼠眼的风影者冯中之外 当初海游船的负责人朱佩宁 赫然也在外面 冯中不再扣揉着身子 腰杆子稍稍挺直了一些 可看着还是那么猥琐 他灰袍之下 裸露在外的皮肤 干巴巴的 如老树皮般 他在门外 冲着于渊呵呵善笑着 那啥 于老弟 不请我进去做作 于渊没答话时 他以探头探脑地 朝着里面观望 眼神暧昧 没什么不方便的吧 原城主 明明已经离开了啊 于渊脸一苦 侧开身子 容逢中和朱佩宁进来 旋即关门 道 逢老前辈 当初在船上时 何苦捉弄我 小子何的何能 值得你扣门 找我出售消息 和逢中一道 站在外面的朱佩宁 站在逢中身旁 始终没开口 进房间时 朱佩宁略略躬身 也是让逢中先行 就这么一点细微之处 就透出了一个事实 逢中的身份地位 要更高一节 而朱佩宁心知肚明 才会如此 没有捉弄你啊 我是风吟者 你上船 我找你兜售消息 本就是分类之事啊 逢中黑黑笑着 东张西望一番 燕县帝说道 于老弟真是令我嫉妒 船上时 我走之前 一对姐妹花飞要进去 现在呢 又被赤魔宗 那朵最娇艳的花儿香中 泽泽 如此燕福 我可是做梦都不能急的 他摇头晃脑的 单单在这运势上胡扯 前辈就别调侃我了 雨晕就在地上坐下 靠着一根竹子 倒苦水 英魅宗的那对姐妹花 在那船上没害死我 又被我在海下动手 好在我命大 不然就遭了英魅宗的盗儿 现在怕是成了一堆枯骨了 朱佩宁痴笑一声 滑头的小子 既然知道英魅宗的来头 还敢招惹人家啊 于渊教区 逢前辈作证 是同老前那老魔头坑害我 你要不是有贼心和色胆 为何容纳被姐妹花在访 朱佩宁哼了一声 男人啊 不论是老的 还是小的 都是一个德性 如果当初找你借宿的 不是他们这对貌美姐妹花 而是如我般的老太婆 你会允许 朱妹妹 你别指丧骂怀啊 逢中芒道 朱佩宁倾咳一声 道 可不敢骂您老 于渊不辩解 不再说张妙 张曼姐妹 而是摆出架势来 逢前辈清零 有什么要盘问的 不妨明说 说什么盘问不盘问的 多难听啊 逢中也学着他 一屁股坐下来 两手称递 笑嘻嘻地说 说说看 犯老怪 为何会助你一见 在烈眼群岛 做了那么多年邻居 我还没见他出过见呢 前辈究竟是谁 于渊道 笨小子 他都说了 和饭老怪是邻居了 朱佩宁站在逢中之后 这里是通天岛 这个地方是商会内部 于渊愣了一下 眼睛一亮 到通天岛 三大镇首 最神秘的那位 烈眼群岛乃通天商会 最为看重的分部 商会各类物资 都由通天岛 向好莽天帝 所有宗派帝国进行出售 因此 商会一共安排了三大镇首 常言驻扎于此 驾驭着经验子 能够令大海瞬间惊化 变得固若金汤的人 是商会在通天岛的镇首之一 数日前 修炼水之灵绝奥义 以三叉戟攻击令竹云的 则是第二位 这两位 都是众人首士 经常在烈眼群岛露面 被世人所知的 第三位镇首 所有人都知道 可先为人知 根据传言 通天岛的那位 几乎不露面的镇首 才是真正的画世人 是通天商会在岛上的 最强战力 行为猥琐 山羊湖 整日扣揉着身子 在海游船都受消息的逢中 难道是那位最神秘的镇首 封银者和通天商会 本就是一家 朱佩宁解惑 他呢 本就是封银者出身 习惯了以阴神 随着海游船远游各方 阴神以封银者身份 四处活动 本就是他的一种修行方式 于约身形为正 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他当初在海游船时 黄庭小天地的八措太阳金火 也曾经有过几次异动 可令竹云 还有明顿坤并没有对他下手 他本以为 应该是明顿坤没有恢复过来 既旦朱佩宁 同老前这些人存在 所以忍着 一直忍到烈眼群岛 然而 施摩岛的裴真死亡 说明他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 令竹云 是能够以权力 轰杀同等级的朱佩宁 同老前这些人的 当初没下手 恐怕不是因为朱佩宁 不是因为同老前这些人 而是 有冯中这么一个人物 暗藏在海游船啊 我想知道 那丫头 为何非要不顾一切地杀你 冯中粗了粗手 看他的架势 又有点不羡慕于老弟了 人家可是你未婚妻 两口子之间 如此苦大仇深 定然是你到处碾花惹草 事实呢 似乎也就是这样啊 船上 有两对姐妹花头 怀送抱 又勾搭了赤魔宗的 那朵红莲花 你都有婚约在身 和人家姐妹 和原丫头 先后同处一世 你觉得合适吗 她为你争风吃醋 在烈眼群岛大开杀戒 掀起心风血雨 我很难交代啊 逢中苦着脸 神色认真 于老弟 坐在你啊 朱佩宁在后 表情怪异 一副忍俊不惊 想笑不敢笑的样子 于渊心神震动 从她的这番话里 剥离出了一个事实 喝道 前辈怎么会觉得 她不是被天魔附体 而是有有灵志 第524章 她很危险 同样来自通天商会的朱佩宁 因于渊此话 神色惊恶 没 没被天魔附体 她脸上的褶皱 因疑惑震惊而堆积起来 不可能吧 她眼睛深处 同样透出浓浓的困惑 不是被天魔附体 那位出自寒英宗 名声不显的丫头 凭什么和郑鸾杰 和其领域正面抗衡 即便有星空巨授 暗中协助 也断然不能吧 郑鸾杰 就是那位驾驭金色燕子 令海水固入金汤 却被太阳神殿重创者 其领域 则是不久前 手持银白三叉戟 羞水之灵觉 阻扰令竹云的女子 两人 都是和冯中一般的通天道阵手 她很难想象 以那令竹云的现今修为 没有被天魔附体的话 能具备如此惊人战力 能如此夸张地 横行猎眼群岛 我去过外域星河 和天魔有过长期战斗经验 能秀出他们身上的气息 冯中笑容依旧 不过神色还是稍稍正经了一点 那位叫令竹云的丫头 灵智怎么看 都不是被附体夺舍 反倒是眼瞳至深 连接灵魂是海的窗户口 能隐隐看出天魔的挣扎 天魔挣扎 朱佩宁轻呼 逢中点头 道 两眼如深井 囚禁着外遇天魔 她凭什么 朱佩宁再道 凭星空巨兽的诗首相柱 凭那一轮月破宁座的韩月 凭那些极寒冰宴 已被他炼化在体 逢中道出自己的猜测 那丫头 受星空巨兽的蛊惑 被您奔坤许诺了什么 她是铁了心 要和我们好莽天地为敌了 两人讲话时 于渊没有开口说话 只是认真聆听 身为通天导 那位最神秘镇守的逢中 猜测出来的事情 和她不谋而合 她很危险 逢中看着她 轻生一探 歇斯底里的女人 在短时间内 得到了和心境 和经验不相当的强大力量 这样的女人 一旦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也将会是最疯狂的 话到这里 逢中表情怪异 像是想起了什么过往 还不自禁地 打了一个寒战 于老弟 商会必须要知道缘由 停顿了一下 逢中继续说 我们要弄明白 她为何盯着你不放 她还活着 只是又前引了起来 她 还有那名顿坤 我们要找出来 要将他们铲除干净才安心 李说的 因爱生恨 于渊道 朱沛宁恨了一生 别再胡说 逢中道 她是必须要死的 原因是把 于渊收敛笑容 琢磨了一下 道 商会应该知道 我在五眉一地带过 该知道五眉一地有意暗欲修罗的白金头骨 逢中点头 是以她继续说 暗欲修罗的那颗白金头骨 被凿开 修罗残魂爆灭 于渊思索着 缓缓到来 有一股极寒之力 该是被暗欲修罗 在孕育他们的忧寒暗欲凝炼 那股寒力 在暗欲修罗彻底死亡之后 融入此剑鞘底部 从戒子手镯 换出那剑鞘 他说道 如今的寒流 已经被炼化了 并没有被骑得到 除此之外 在新近海域的海岛 我误入明顿昆体内 从他另外一只炎日之铜内 炼化了八促太阳精火 还有就是 我有他的巨兽惊破 在他重创时 从血灵祭坛的底部 混浊魔胎收集了不少 这一点 你们商会也该知道 我在海底连番坏过明顿昆的好事 他会身陷重围 未能冲离新近海域 我和莫艳出力较多 我觉得 明顿昆必然对我怀恨在心 一心想杀我 和通天商会打过交道 对他们极为熟悉的鱼渊 简一部分 说了出来 暗欲寒流 巨兽惊破 太阳精火 朱佩宁泥喻着 一看妖怪般的眼神 看着面前的鱼渊 你这家伙还真是令人吃惊啊 哎 我当初就不该领你来猎眼群岛 温神之名 果然不是吹的 什么温神 于渊其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朱佩宁略显尴尬 商会内部 仔细调查于渊之后 给他起的绰号 实在不好拿出来当面去说 度谢 逢中豁然而起 微笑着说 于老弟 尽管在岛上入住 随意活动应该也无妨 李告知的消息 非常有用 我们会铭记于心 没有继续追问 他和朱佩宁两人 匆匆离开 通天岛西南角 一身鲜艳红裙的袁连瑶 在一栋陈列各类丹丸的殿堂内 见到了方耀 还有他父亲袁秋访 时隔两年 袁秋访踏入到阴神境中期 走火入魔的症状早就没了 看着和自己一样 也凝练出阴神的女儿 他老怀宽慰 笑容满脸 我就知道你这丫头 于无有出席 我入了赤魔宗 不过才因神境中期而已 你都凝结因神了 三丈外 独臂方耀站在一橱窗 向伤会一位侍女 询问着什么 赤魔宗 极为看重你 袁秋访脸上红光闪烁 指着方耀说 大人正在为你挑选一些 适合你安魂的丹药 炼药呢 药神宗最为擅长 这里大多数的丹丸 也出自药神宗 戴惠尔 大人将丹丸给你 会问你一些事情 顿了顿 他话锋一转 鱼晕呢 在商会安排的庭院 袁莲瑶脸为红 飞猫看脚尖 他暂时不太方便 丫头 你俩 袁秋访轻声说 没什么的 袁莲瑶赶忙说 咦 正要再次询问的袁秋访 心呼一声 图看向门口 看着突然闯进来的另外两人 咧嘴一笑 小得很啊 袁莲瑶顺势一看 也惊住了 出自统一帝国 本为皇族的李玉禅 还有李宇两人 居然在这个时候 也踏入这一出售丹丸的殿堂 一贯清冷的李玉禅 脸色泛白 发丝凌乱 仿佛刚经过一战 身旁的李宇 衣衫褂褛 袖口楚 似被利刃撕扯割裂了 李宇的胸襟部位 有残留血迹 两人一同进来 习惯性的 以警惕眼神四股张望 李玉禅轰然一阵 扯了一下李宇 道我们走 李宇顺从地 才进来 就向外走去 他们 袁连瑶轻轻一叹 心情有些复杂 他们在烈眼群岛的近况 看着不算特别好 李家完了 他们能过得好 才奇怪 袁秋访神情冷漠 李宇 本被玄天岛的那位镇守相中 早年 那位就留下一封信 只待李宇跨入破玄境 便可得到玄天宗的接纳 玄天宗没人来 他拿着那封信 也能进入宗派 摇了摇头 袁秋访说 可惜啊 今日不同往日 发生了什么 袁连瑶道 听说 李宇去过玄天岛 将那封信递过去了 袁秋访解释 只是早年相中他的人 并没有见他 而是让侍从 将李宇驱逐了 怎如此无情 袁连瑶轻叹 李家勾结邪魔 这件事坐实了 众人皆知 袁秋访冷恒一声 女皇陛下自己作死 敢和那位女子军常携手 想要唤醒暗欲修罗 不是活该吗 李亲身经历 如果给他们成事了 真不知要死多少人呢 此言一出 袁连瑶沉默了 殿外 李宇一出去 就看到一棵枣树下 站着一位饮法披肩的男子 男子双手持剑 剑鞘触地 一双阴沉的毛子 刀子斑 看着他和李玉禅 之前是我疏忽了 竟然给你们成功进入通天岛 他舔了舔唇脚 笑容猙獰 你们估指两人 千万不要离开此岛 不然 你们前脚出岛 后脚就死 你有完没完 李玉禅喝道 没完 男子大笑 我就喜欢痛打落水狗 李家完了 当年银月女皇给我的耻辱 就要你们偿还 李姐 不知所踪 我是找不到 只好拿你们两个泄愤了 那好 我们就耗着吧 反正我们不离开通天岛 李玉禅冷声说 嘿嘿 我岛要看看 我们谁耗得起 男子继续大笑 咕咕 鱼渊在岛上 李玉轻声说 不要提他 李玉禅脸色冰朗 我们不欠他什么 如果传言所属 李家有今日 他鞠躬至尾 不要觉得 在岸月城 他救过我们 救安了什么好心 文言 李玉垂头 不吭声了 记得 当初在无眉一地的那些人 都是我们的敌人 李玉禅含着脸 里面的圆莲窑 岛上的鱼渊 还有那什么赤魔宗的周苍明 是他们 害了我们李家 害了姐家 第525章消除隐患 房间紧闭的楼宇内 一簇簇太阳惊火 相继从于冤黄亭血窍飞出 霸错太阳惊火 大若圆盘 悬在其头顶 灿然留意着炎火光辉 屋内温度 骤然狂飙 于冤唇角轻动 出来 有黑大顶 乎从气血小天地飞出 漂浮在他胸腔前方 第66地轻轻悬动 众多涓刻着的魔纹 末底鲜活 魔纹烙印着 沙漠凝练的过程 运气仇恨的形成 智慧生灵情绪的诸多变化 全空大殿 散发着神秘的幽光 能震着万千魂灵邪恶 呼 上身修长 下身为歇的冷冽女子 如由冰蓝金块雕刻而成 从那大顶内飞了出来 室内温度 因他显现 是赤地往下降 寒热相冲 很多水雾凭空出现 冒着寒意的上磨 没有人类情感的冰蓝眼瞳 看向那八醋太阳金火 似本能地厌恶 顶魂的念头 在于冤心湖响起 和他不断地交流着 咻 咻咻 一束束 纤细如鱼线般的冰蓝电光 透着暗欲寒流的气息 瞬间射入那八醋太阳金火 引发战斗 于冤眉心一痛 轻轻横了一声 八束冰蓝电光 刺入太阳金火的那一煞 他感同身受 生出一种被冰针 刺入眉心血窍的痛感 八醋太阳金火 被他纯凝凝炼的灵力 一团团包裹着 外层 是他灵力的汇聚 还有心神意识的寄托 只有最核心处 才是太阳金火 此刻 刺入的八束冰蓝电光 就是深入太阳金火内 将内部兴许存在的 明顿昆悄然留下的印记凿碎 捧 八醋太阳金火 内有某种坚硬之物 似突然炸裂开来 魂念爆灭的感觉 于渊是立即就感应到了 神色一阵 不由欢声询问 成了 成了 回应他的 乃是大鼎的气魂 那道通体散发着冷冽气息的上磨 施法之后 只是一闪 就重返鼎内的小天地 安静地再次直伏起来 没鼎魂的招呼 他永远不会主动冒头 呼 呼呼 于渊心神变幻 八醋太阳金火随心所欲的 在他头顶 周遭 来回福生非逝 灵动得如挥动自己的胳膊 以前的那种凝质 稍稍的不畅改 再没被感受到 人在通天岛 商会内部成员所在的楼阁 因为有山水大阵的庇护 于渊才敢有失无孔地将八醋太阳金火炼化 不然 他会担心一旦将那八醋太阳金火给释放 不等他去着手炼化 太阳金火就被明顿坤感受出 立即弃塌而去了 原来 在那明顿坤体内异地 虚空漂浮的炎日 炼化的太阳金火 都是明顿坤做出的手脚 这头星空巨兽 要是自己不愿意 恐怕九要天伦也不能 从他那颗炎日之铜内 汲取丝毫的太阳金火 忽然间 他就明白过来 知道太阳金火入体 压根就是明顿坤的布置 就是为了 时时刻刻知晓他的所在 知道他在新晋海域的所作所为 离了新晋海域 明顿坤借助他的炎日之铜 依然能感知他的方位 直到现在 在那沙漠的协助下 通过相冲的暗域寒流 名为宾斯电光 透入到太阳金火内部 才抹掉了明顿坤留下的印记 从此之后 八措太阳金火才真正属于他 隐患消除 现在的我 如果能悄然离开通天岛 那名顿坤 还有我那未婚妻 就在南知晓我的动向 于渊一身轻松地 从静坐状态站起来 好几日了 原姐姐还没有回来 眼皮子一掀 她竟直向门口行去 推开门的刹那 见到江玉蓉正要靠门求见 正要找你 江玉蓉争了争 似乎没有想到 于渊的反应如此快 居然知道自己 亲手亲脚的到来 原城主让我捎个话给你 他何方要大人 还有他父亲 先回一趟赤魔岛 他要在赤魔岛 借助岛上的火山 修炼一样魔宫 他让你 在通天岛等待他半月 半月之后 他差不多就能过来 然后和你一道 而回五眉一地 去赤魔岛 修炼魔宫 于渊亚然 赤魔岛那边 有新的坐镇者过来吗 还没 方要暂时掌控赤魔岛 不过不是赤魔宗安排的新阵手 江玉蓉解释 另外呢 有很多人想见你 什么人 于渊其道 童老前 新月宗那边有人 说是想见见你 江玉蓉想了一下 又说 魔宫的幽魔使 也传告我们 想和你见一见 沉吟了一下 于渊说 童老前在何处 我答应过他 先见见他 童老前在岛上 出售各类器物的殿堂徘徊 近三日 他都在那儿晃荡 江玉蓉轻笑一声 他炼化的玉楼被毁 该是想着 收集一些灵财 修缮那玉楼 够置新的 对他来说就不太现实了 我去找他 点了点头 于渊就在江玉蓉的带领下 从商会特意为他安排的楼阁离开 我近期都在这边 上头吩咐过来 你在岛上可以自由活动 不额外收取零食 江玉蓉说 这间房 会为你保留一阵子 你可以随时回来 不过呢 若要动用空间传送阵 返回吴梅一地 则需要缴纳规定的灵石 他说着 于渊不时点头 表示明白商会的规矩 很快 在他的护送下 于渊就从此地走出 一步跨出 天地仿佛忽然晴朗 这让于渊顿时就知道 已走了那座山水大镇的笼罩范围 真正站在通天岛 我自己逛逛 丢了这么一句话 他熟门熟路地 向商会出售器物的殿堂而去 江玉蓉在后面 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暗暗惊喜 明明没告诉他殿堂的方位 他也没有开口询问啊 看他的样子 仿佛对岛上的布局 一座座特殊的殿堂楼宇 都了然于心 似乎 来过很多次班 他猜得没错 前世的渔渊 不知道来过通天岛多少回 梅成为药神宗的宗主前 有一阵子 他长期在隔壁的药神岛炼药 他当初炼制的丹丸 会直接送往通天商会出售 当年 他闲暇之余 最喜欢的放松方式 就是在通天岛下逛 去看一些残存的阵法图形 看有没有稀罕的灵药 灵果 购置一些用作研制新的丹药 寻找灵觉秘术 想试着踏入修行之路 生命后期 新兴巨变的他 研磨毒药邪道 也曾在通天岛收购诸多令人闻风色变的恐绝毒物 对通天岛的布局 各个殿堂楼阁 他的确烂熟于心 李宇 途径哪一栋 专门陈列丹丸的殿堂 眼尖的他 一眼看到衣衫蓝绿的故人 被一位银法披肩的大汉盯着 纠缠不休地说着什么 李宇不愿搭枪 静坐在一块石台上方 冷着脸 那位大汉 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乱其心境 令李宇没办法静下心来修行 远处 有身穿商会衣袍的人 一脸见怪不怪的神情 大汉没有下手 只是在旁边一言语骚乱 不算破坏岛上的规矩 所以他们看在眼底 也没出声干涉 另外 他们似乎也知道李宇的出身 知道是来自于几辈灭族的李家 竟然真的在猎眼群岛 李渊嘴角一出笑容 强行脚步一变 迅速奔着李宇而去 并隔朝数十米 就大声吆喝起来 你小子怎么也直通天岛 李应该知道 我也在的 为何不让商会通传一声 找我去叙旧啊 凡不声凡的李宇 听到这个熟悉声 眼帘一掀 带到看到真人 瞬间有些激动 可激动之色 仅仅只存在数秒 就立即收敛 李宇 想起了姑姑的那番话 他内心悠悠一叹 眼看着于渊大不留心而来 忽有些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不知道要不要必嫌 这人是谁 引法披肩的大汉 两手持剑 斜了于渊一眼 皱了皱眉头 又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难道也是李家族人 这般想着 他嘴角擒着冰冷笑容 低语道 要是这样 就算这小子倒霉 第526章 张德两孩 好 时隔大半年 李宇分明憔悴了许多 他的修行境界 已达破玄境中期 比起于渊来 还要高出一截 只是 初入陨跃境地 众星捧跃的他 就是唯一的破玄境啊 那时 第一次踏出暗月城 去境地试炼的渊渊 尚未抵达黄庭境 境地内的李宇 乃是曾经迎跃帝国青年一辈 最闪耀的那颗星星 是五轮星月 最明亮的那一轮啊 一晃两年多 他只在破一个小境界 由初期迈入中期 反观于渊 严路 詹天象 赵雅福等人 都已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境界突破 而且身份都发生了翻天之变 人生的境况 真的是难以预料 曾经最要目的人物 如今在通天岛 显得那般的落魄 带道于渊 站到了他面前 满脸灿然笑容时 他神色犹豫 居景地 似乎想要避开来 想要从此离开 李宇 于渊主动上前 一步就到了他身侧 哥良好的 搂着他肩膀 扑叶着他 向商会出售各类丹丸的殿堂而去 怎么 你的境界突破 遇到了什么瓶颈不成 要借助丹药 什么品阶 不由分说地 他带着李宇就走 李宇倒是有些不适应 脚步都略显呛亮 以往 便是在陨跃境地 两人关见最和睦时 于渊也没如此友好过 何况是现在 自从帝国更名 家族沦陷 他从暗月城一路赶往烈眼群岛的途中 可谓是历经风雨 看尽了冷暖寒凉 也看透了人心 以前那些对待他 谦卑恭敬 拼命巴结的人物 互换了一副陌生嘴脸 那些嘴脸 令他蒙受了太多羞辱 向来俱傲冷漠的他 渐渐习惯了被拒之门外 习惯了冷嘲热讽 甚至习惯了被不知名者针对 还有袭杀 曾经求着他的人 逼他们如毒物舍蝎 曾经教好李家的人 是落井下时最狠的 如鱼渊这般 不仅没有避嫌 没有拉开和他的距离 还硬要往上凑 比往袭更加亲切热络的人了 一个都没你是谁 引法披肩的仇济海 只是鱼渊双眸 所持之剑忽然扛在肩上 剑柄斜指鱼渊 一缕隐而不放的剑意 悄然透出 剑意如连绵细语 又冷刺骨 如洒落人心浑田 鱼渊身形一顿 脚步停下来 转身看去 你又是谁 仇济海 原营越帝国 好越成人士 引法披肩的汉子 嘴角青阳 黑魔依满恨意 仇家 也曾是帝国大姓 鼎盛时期 有两位因神族老坐镇 话到这里 他牙齿咬的鸽蹦直响 一夜之间 仇家被灭族 引月女皇 授意其背后三道邪魔影子 将仇家连根拔起 妇如幼儿 一个不留 仇济海黑魔蹦射血光 年幼的我 跟随师父在海外修行 才逃过一劫 雨冤神色不变 看了一眼李雨 李雨指示道 仇家暗中勾结赤阳帝国 雨冤点了点头 表示了然 玄吉笑着说 这种事情 每年在甘悬大陆 各大帝国都会发生 对错嘛 我不予评价 如今李家大师已去 你呢 想要找李家报仇 我也能理解 仇济海恒了一声 道 李家族人 我已杀了不少 李雨再次开口 在我们前 提前得知不妙的很多族人 逃往向吴英海域时 被此人截获几波 杀了数十人 看来 没有杀到关键人物 于冤则则道 但凡还有李家族人在外 给我知晓人在何处 我都不会放过 仇济海森然一笑 我跟着那位李家女屠夫 还有这的李雨 有一阵十日了 上次是你们命大 成功进入了通天岛 我就不相信 你们永远不离开 他呢 于冤惊讶道 李雨眼神黯然 没有答话 该是还在寻要吧 仇济海哈哈大笑 那位女子屠夫 遇到我之前 就受了伤 我令他伤上加伤 他是拼着阴神再次重创 才逃到通天岛 他的那些伤势 可不好治愈 一般的丹丸 没用 此言一出 于冤瞬间明白过来 劳补了一下 大概就猜测出 李雨缠和李雨两人 一路进入烈眼群岛的过程 应该不如他那般顺利 到了烈眼群岛 应该也是被人瞧出身份 知道李家完了 被许多人攻击 比袁连瑶更早一步 凝炼出阴神的李雨缠 放在当年的帝国 兴许还算一号人物 可在广阔海域 在临近极灭大陆的烈眼群岛 在弱肉强食的凶恶之地 那位女将军的阴神静修为 怕是就不够看了 被人追杀 负伤 再被筹记海重创 进入通天岛的那一刻 该是就很惨了 好了好了 雨渊拍了拍李雨肩膀 笑着说 别太担心 当初我在陨越境地修炼 没有返回帝国之前 我知道你 还有你姑姑 对我于家都有暗中关照 李雨嘴皮则动了动 心里有话要说 可还是忍住了 她想说的是 既然知道她和姑姑 曾经数次帮过于家 让那苏家 令家不敢太乱来 为何你于渊在无眉一地 要害我李家那位 李胆敢助他们 就别想在离开通天岛之后 安然脱身 愁气还冷喝 于渊咧嘴一笑 摇了摇头 你要是知道 我是怎么进入通天岛的 应该不会这么自信 话罢 她硬拖着李雨 进入那出售丹丸的殿堂 愁气海神色不善 也要闯进去 又要跟着去捣乱 暗中在一旁 看了许久的一位商会直士 刚啃了一大块牛肉 正在以戏长骨头踢牙 见她要闯进去 懒洋洋地吆喝道 愁气海 别没完没了的 差不多就行了 愁气海神色错愕 高大哥 他和这位商会直士算是旧事 每次来通天岛 还会找此人闲聊 悄悄递出一些零食 询问点内幕 他自认为和此人关系还不错 而且之前纠缠李雨缠 恶心李雨时 此人也没阻止 现在是为何 别让我为难 踢牙的商会直士 哼了一声 你不要继续纠缠了 我看没有什么结果了 那个叫李雨的小子 既然和那位元认识 而且看着交情不错 你就别自讨没去了 什么意思 愁气海道 李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高兴直士脸一冷 再也不给面子了 凭你愁气海 不够资格招惹人家 李现在听懂了吗 愁气海心中一惊 贺道 他 他是 仔细想想 他刚刚说的那番话吧 高兴直士横了一声 就不再搭理他 也随着于渊进入出售丹丸的殿堂 如果不是念着点你以前的好 我才懒得提醒你 愁气海呆了 待到那人 进入殿堂好伴赏 拒绝着于渊美句话的他 才陡然惊醒 悍然失色道 不会吧 不会是他吧 第527章故地中游 通天岛 丹药店 于渊领着李雨 一步踏入其中 抬头看上 丹药店 一共三层 第一层 出售凡极和灵极丹药 二层 陈列储藏着的丹药 都是地极和天极 第三层 有神级丹丸出售 丹药店的第一层和第二层 是人流最多 也是丹药最多的地方 但第三层 想要踏入其中 求够神级丹药 是有重重限制的 人在丹药店第一层 于渊身深吸了一口气 满脸的陶醉 故地中游 恍如隔世的感觉 忽然填满心间 一晃三百多年了 他心中呢喃着 聆听着众多散修 各大宗派有头有脸的修行者 像商会的那些妙邻女子 仔细询问丹丸的药效 价位和服用方式 嘴角溢出欣喜笑容 前世的他 不知来过此地多少回 在他尚未登顶药神宗的宗主宝座前 被师父安置在临近药神岛炼药时 他每每悄悄来通天岛 踏入丹药殿 都能引起人潮涌动 不知有多少眼高于顶 修为通天的人物 苦苦向他求那种独身炼制的丹药 药神岛那边 应有大修死死看守 不允许外人踏足 很多求要着想见他都见不到 只有他闲暇之余 自己来通天岛 来丹药殿 才能见上一面 恍惚间 他仿佛看到丹药殿再次人声鼎沸 潮水般朝着自己涌来 大声吆喝着 祈求着 只希望他多看一眼 殿堂门口 后一脚踏入的高秦 以细长骨头踢着牙 好奇地打亮着他 高秦心有疑惑 这位被剑宗第七大剑仙 以粉碎一剑护送着 驾驭着沙摩顶登岛的家伙 表情为什么如此怪异 仿佛 只是人在丹药殿 就很享受的样子 因为知道于渊的身份来头 高秦为了避免有不开眼的 如那愁忌海般的家伙 在打脚骚扰他 高秦才跟进来 免得 于渊在岛上的逛荡 会处处不舒服 想要对立玉禅 对立于两人抱负 居心险恶者 据高秦所知 可不止愁忌海一人 呼 用力吐出一口胸中浊气 于渊慢慢缓过神来 洒然一笑 这才开口道 你咕咕在第二层求要 李宇点头 灵出阴神的李玉禅 受伤后 能够给他带来帮助的丹药 自然是地级和天级才行 李宇在丹药店之外 就说明李玉禅必然在内 上楼吧 看都没有去看 这一层各方橱窗柜台 许许多多的瓶罐 他搭着李宇的肩膀 带着他就往楼上走 李宇脚步随着而动 眼睛却四处张望着 看向一处柜台 哦 我差点忘了 李宇愿一拍脑袋 一下子想起来 修为在破玄境级别的李宇 其实对灵爵丹丸 还是有需求的 他顺着李宇的眼睛 看了一眼 就笑道 脆骨丹 李宇黑眸一亮 语气刻意淡然 我现今的境界 脆骨丹效果最好 话到这里 李宇眼帘低垂 轻轻叹了一口气 本来 应该有人 早就帮我将脆骨丹准备好的 全天宗那位 在信间里面早有说明 带到李宇踏入破玄境 自然会将准备好的辅助丹丸 一次性全部拿给他 脆骨丹 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丹丸 破玄境 境界的打熬 乃是一个破而后造的过程 血肉 经脉 骨头和脏腑 都需要再次经历一番步骤 脆骨丹 乃灵级六瓶的丹丸 能帮助破玄境的修行者 迅速破裂骨骸 起到一个加快修行速度的作用 你等我一下 拍了拍他的肩膀 三部画作两部 于冤挤入那橱柜前 指着一瓶青梅妆的脆骨丹 对商会的那位清衣少女说道 就这瓶 脆骨丹 拿给我 一百灵欲 清衣少女笑着 将那白瓷瓶子取出 放在了掌心 心念一动 便有石块剔透灵精 从戒子手镯飞离而出 灵精落下 于冤从那少女掌心 将那白瓷瓶拧起 转身就走向李宇 莫 心眉脆骨丹 够你凝练一阵子体魄了 李宇呼有些不知所措 不用客气的 于冤硬塞入他手中 不管他要不要 就拉着他 继续向第二层而去 在心头 于冤有些不知所措 有了更多疑惑 李玉禅和李宇 贵为李家最核心族人 李当不该如此窘迫的 区区脆骨丹而已 百块铃玉的价值 李宇怎么会如此惦记 既然需要 早早买下就是了 这一路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 让那位女将军连番受伤 让李宇穷的连脆骨丹 都不敢享用 怀着此念 他登上了丹药殿的第二层 曾闪耀帝国 修阴魂诀 如寒霜冷冽的那位女将军 脸色苍白 正气的浑身乱颤地和人争执着 于冤颈看一眼 就瞧出李玉缠伤的 乃是魂魄 他的眼底 没了往昔的神采 看人的时候 不再有冰冷锐利感 那种高高在上 俯瞰凡林的冷凹气势 也消失得干干净净 孤孤的受创 一方面是厮杀战斗 还有一方面 是所修法觉的反噬 紧握翠古丹的李宇 上楼之后 羞愧得有些无地自容 可还是压低声音 向于冤解惑 没合适的丹丸 想要恢复过来 不知要什么时候 法觉反噬 于冤心底一惊 英魂爵的霸道兄弟 他在汉天大帝身上见过 这种凶爵的法觉 曾经被天元大陆 和极灭大陆的 第一阶梯宗派 勒令静致过 此觉 威力其大 能在较短时间内 造就出凶悍大修 可前提是 需要无数长年 静默战场军事的亡魂 英魂爵让李玉禅 从一次次绝境中活过来 以无数军事的死亡 换取了境界的土飞猛进 他比袁连瑶 更快一步踏入阴神境 也是因为阴魂爵 可现在 此强大法觉的弊端 也开始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你要明白一点 这一层的丹丸 可不是如下面一层 能无限量供应 商会的一个少女 很有耐心的解释 运魂丹 是地级气品的丹丸 目前就五枚再列 人家出价高 我们商会逐利 率先给人家 并没有什么问题 李玉禅鹤道 我先来的 瓜子脸的少女 态度依然友好 笑着说 在通天岛 从来没有什么先来后到 五枚运魂丹 既然对方全部都要了 就无法给你 停顿了一下 他继续说 除非 你比他出价高 此言一出 李玉禅脸色愈发白了 瘟痒魂魄的丹丸 我们还有别的 品阶更高 你要不要看看 少女好心地 指了指另外一处 纳尔陈列的丹丸 有三枚 功效远超运魂丹 你可以去看看的 李玉禅咬着下唇 没有吭声 咕咕 先变卖了几样物价 才凑齐购买五枚运魂丹的零食 李玉低着头 叹息一声 如果运魂丹 都不能买下来 别的更高价码者 更加不可能了 雨晕皱眉 通天商会的规矩 确实是这样 那位少女倒不是故意刁难 任何的丹丸 商会都明码标价 可一旦出现争抢现象 商会都会自然而然地 将丹丸卖给出价更高者 就是说 没别人过来抢 李玉禅能以原价 买下五枚运灵丹 可偏偏 另有人也需要运灵丹 愿意以超出定价的价码 拿下那五枚运灵丹 商会当然欣然交给他了 五枚运灵丹 能否拆开来 我愿意和他同等架码 够下三枚 李玉禅又道 我们不好这么做 抱歉了 少女笑着摇了摇头 第五百二十八章 阴魂反噬 李玉禅转头 看到于渊和李宇一道儿 于楼梯口 正朝着他望来 瞧见于渊的那一煞 这位曾经的帝国女将军 眼神骚然一冷 然而 只是一瞬间 一股寒意便笼罩他全身 痴痴 他受创的阴神 在你玩血窍内 竟有种要裂开的迹象 他轰然变色 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不知为何 他看着此刻的于渊 仿佛看着一头世人的妖魔 于渊身上 有一种强横力量 明显克制他 压制着他 令他只是运转阴魂诀 都极度不适应 几乎同时 于渊也微微一振 他在李玉禅苗来的那一刻 沉浮在气血小天地的沙摩顶 静魔光大圣 一下子变得明耀起来 沙摩顶欲要飞离血窍 如要压制李玉禅 或做些什么 顶魂的念头 事实想起 那女人 那女人身上 有我渴望的东西 他修行的法觉很奇特 他似乎牵扯吸纳了 许许多多的煞气在血窍魂海 而他 自己没有办法炼化剔除 越聚越多 反而伤了其魂魄心智 于渊愕然 顶魂 显得有些激动 继续向他解释 倾听伴赏 于渊才意味过来 明白了顶魂的那番话 李玉禅修行的灵觉 出自暴君汉天大帝 这种阴魂决依仗战场上 惨烈厮杀而死的君士亡魂 炼化之后 来增进修为 君士亡魂 死前往往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 被绝望暴力疯狂 尸杀等等情绪念头 溢满了心魂体魄 这些能成杀的情绪 被李玉禅以英魂诀凝炼力量时 自然而然地被吸收 英魂诀 并不是血灵祭坛的灵祭坛 灵祭坛的炼魂 会将魂魄的杂质 各类邪念 种种的怪异情绪 剔除到混浊魔胎 只保留最精纯的魂力 给外遇天魔自己吞没吸纳 英魂诀没有进化的能力 是将所有的一切 一一禁收 结果就是 当初创造出英魂诀的汉天大帝 都因此被各类暴力 尸杀的反面力量蚕食灵制 从此坠落魔道 化作一个四处征战的暴君 挑起各大帝国的战争 令无数军事死亡 因此残暴行径 汉天大帝中被镇压在陨跃境地 英魂诀也被毁去 严禁修炼 眼前的李玉禅 在突破到英神境之后 英魂诀的弊端开始显化 他当年打杀 炼化的敌我双方军事 临死前的怨气 煞气 开始荼毒他的英神 令他渐渐被反噬 在此过程中 他没有来得及 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 去处理英神的隐患 他被如筹记海般的人 一路追杀着 只能奋力去战斗 导致的结果 就是英神的反噬隐患 忽然集中起来爆发 令他在战斗时 无法依仗英神施展精妙法诀 他最后逃往通天岛时 又施展出英魂诀的一种禁忌之术 令他成功脱身的同时 也伤上加伤 原来是这样 于渐和鼎魂沟通一番 大概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看了一眼那些运魂丹 他摇了摇头 说到他乡中的那些丹丸 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解决不了他的麻烦 那 李雨亚然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姑姑看我的眼神 貌似对我颇多误解 于渐内心衡量了一下 说 你过去告诉他 他的伤势 他的隐患 我都能助他解决 嗯 我先出去 到外面等你 话罢 他隔着很多人 隔着十来丈距离 只向李玉缠抱以微笑 轻轻点了点头 全集 他便转身下楼 嗯 但要变一楼 门口处 有一人美眸一亮 是你 真是冤家路窄 于渐哑然失笑 看着闯进来的张妙和张曼两姐妹 轻轻摇了摇头 对张妙说 怎么 想要在通天岛继续对我下手 你胆子很肥啊 许多人 都饶有兴趣的 看着这对姐妹花 张妙在人前 还是确确定 隐藏得很好 不和于渐搭话 张曼则是说 你说什么呢 我们对你下什么手 于渐打了个哈哈 懒得理睬他们 大步来到他们两人所在的门前 就走了出去 他出去之后 张妙扭头看向他 眼瞳渐渐变得阴朗 在岛上 劝你们安分一点 高晴在一边 懒洋洋的 看着那张妙 忽然来了一句 有些主意 可不要乱打 张妙轻声说 不敢坏商会规矩 高晴点了点头 那就好 这对姐妹 不是第一次来通天岛 他们什么来头和背景 别人不清楚 高晴可都了若指掌 李宇 可是在楼上 姐姐张曼笑盈盈地说 我和那位李宇 来猎眼群岛前 就是老乡似的 我是特意找她的 高晴愣了愣 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李家破败 李宇就没了靠山 又被玄天宗剧之门外 就成了这对 英内宗姐妹的财补目标 本来 两姐妹应该就盯上了李宇 或许有点什么顾忌 没有下手 现在知道李宇被玄天宗拒绝 应该打消了他们最后的那点担忧 加上李宇禅寿创 自身难保了 躲在后面的妹妹 就愈发有恃无恐了 李宇的话 高晴皱了皱眉头 本来我是不会搭理 不会管 不过 她和刚刚出门的那位 关系似乎非常好 张妙眼神一朗 张曼则脑道 怎么又是那家伙 于渊踏出丹药店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位名叫仇忌海的汉子 凑在童老前身旁 一阵小声嘀咕 带道发现他 从丹药店迅速走出 仇忌海分明有些吃惊 一杀后 仇忌海就向着他 轻轻攻身一礼 然后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 童老前笑嘻嘻地 招了招手 满脸笑容地说 于老弟 你可算是出来了 我在岛上 等了你好久 你不知道我多么煎熬 于渊道 我出来后 本就是打算找你的 只是途中遇到了熟人 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是那里家的小子 童老前问 嗯 点了点头 于渊已走到他旁边 其道 那仇忌海和你说些什么 你和他 难道也认识吗 我和他那死鬼师父认识 他呢 勉强算我晚辈吧 童老前没隐藏什么 说 仇忌海向我 打听了一下你 然后呢 他想扑我 和你打一声招呼 希望你别袒护李宇 还有那李玉禅 于渊咧嘴 我凭什么给他面子 他愿花钱 买李宇和李玉禅的命 童老前哈哈一笑 只要你不管不顾 他愿奉上一千玲玉给你 于渊为笑 他对李家族人 还真是仇身似海 一千玲玉不算是小钱了 都能在通天岛 购置一样入门的地级灵气了 可供入为境和阴神境来使用 为了让李宇 李玉禅死 这仇忌还可谓是煞费苦心 下了本钱了 李宇和李玉禅 不是一般的李家族人 值这个价码 童老前笑了笑 不过呢 我也和他明说了 我可左右不了你 书一说 你想拜托我的那件事 于渊道 此地 不太方便 童老前张望了一番 说 我在通天岛 临时租建了一个小地方的 不 于渊点了点头 正要跟童老前说等等 便进到李宇 脸色阴寒地 从那丹药店走出 后面跟着 喋喋不休 纠缠他的张曼 于渊瞳孔一说 道这对姐妹真是凡 第529章商会绰号 李宇并不清楚 张妙张曼这对姐妹花的英美宗身份 他只是凡 李家遭遇恶难 家道败落 族人要么死 要么被驱逐 要么早早逃离迎越帝国 他父亲 更是因此而亡 这种局面下 他一心想去玄天岛 找当年乡中他的那个人 入玄天宗专心修行 来猎眼群岛途中 他偶遇张妙张曼这对姐妹 面对着两姐妹的头怀送抱 心怀复仇大致的他 心不起兵点兴趣 他已明确地 无比冷漠地 拒绝过一次 没料到在通天岛 在丹药店 又偶遇这对姐妹花 又被两女纠缠不放 自身被玄天宗拒绝 姑姑为了带他进入通天岛 又被酬激海重创 因神都破损不稳 需要便卖身上小物件 才能凑齐购置运魂丹的钱 如此近况 他哪里有闲情理采张曼姐妹 何况 他在帝国最鼎盛最妖目时 因天性冷漠 一心想着尽快去玄天宗修行 也始终抗拒着男女之情 现在自然更加是这样了 李公子 等一等麻 张曼在后面 以令人苏玛的柔美声音 温言细语 如李公子这般俊艳 一时的沉寂算不得什么的 我们姐妹就坚信 李公子要不了多久 就能得大宗青睐 冲天而起 李渔冷声道 烦请两位不要再跟随 话罢 他便一路来到渔渊身前 看了一眼同老前 他略作犹豫 不好意思地说 我姑姑 他同老前在面前 他只是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看他那遗憾之中 还有些汗颜的神色 于渊猜测李玉缠不仅强硬拒绝了 自己所抛出的橄榄枝 兴许还责怪了李宇一番 他的心结 我多少知道一点 于渊也不勉强 说道 近几日 我都在岛上 如果你要找我 可以剩下的话 还没有说出来 高秦忽然笑着插嘴 李公子 你如果要找他 告知我一生即可 只要在通天岛 只要是在他允许之下 我都能领你见他的 李氏 于渊惊奇 这位商会的执事 所穿衣衫和江玉荣一致 两人身份该是相当 他刚来丹药店 就见此人在 后面自己进入店内 此人也在跟着 如今又主动答话 令他有些想法 李从商会内部庭院出来时 将只是知会了我一句 高秦抱拳一礼 笑着说 你是商会最尊贵客人 多留意一点 也是应该的 他这么一说 于渊就明白了 于是笑着对李宇道 有事找我的话 可通过他 李宇点了点头 愁记海 在通天岛一次次骚扰他和姑姑时 这位商会男子 只是看戏一般看着 从头到尾都没插话劝阻 可现在 因为于渊的那番话 此人就态度大变 谁能想到 当年按月成瑜家的一个小少年 会在时隔两年之后 在烈眼群岛这么一个群星 晦翠之地 都有了如此大的能量 反观自己 一念至此 李宇安然神伤 唏嘘不已 我先走了 于渊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冷冽暗含杀鸡的眼神 突然看了一眼张妙 嘴唇如动 吐出了三个没声音的字 别找死 张妙轻轻低头 指使那对姐妹去你房间 确实是我恶趣味 是怀有恶意的一个玩笑 通天岛 一处缴纳零食 供外来者入住的殿堂 同老前坐下来 拧出一壶酒 给自己和于渊真满后 一饮而尽 道 此事 是我不对 我陪酒请罪 于渊抿了一口 咳了咳 道 这酒很辛辣 我老家的一种烈酒 没灵气蕴藏 没特殊药效作用 同老前又给自己斟满 酒壶放在桌上 端着杯子说 我这人 其实还是很念旧情的 海游船时 忽然瞧见你 只是觉得有趣 加上那对姐妹很烦 就拿他们试探一下 于渊小口弟 喝着杯中酒 听他去说 无眉一地时 只是觉得你运气很好 不知从何的来得见俏 又得周苍鸣青睐 有那位于猪追随 同老前自顾自地 说着话 后来 我都了解了一下 发现你的运气 可不是一般的好 每次 运气都那么好 都能化险为夷 都能收获满满 那就是能力体现了 你或许自己都不清楚 通天商会那边调查过你 而且很彻底 那边的调查者随口评价了一句 说你是温神 走到哪儿 哪儿就是道大乱 无一例外 说到这里 同老前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于渊雅然 喝了一大口酒 来了一句难怪 不久前 朱佩宁和他谈话时 就提过一句温神 他还不明其意 同老前这么一解释 他才知道温神的来处 知道朱佩宁所说的温神 就是指自己 他转念一想 回忆其陨跃境地 避风山脉 无眉一地 星晋海域的一场场经历 还有现在的烈眼群岛 他的脸色 不觉尴尬起来 仔细想来 似乎 还真是如此 他所过之地 次次都会掀起腥风血雨 诸多大修因此而死亡 商会称他为温神 还真的不是没有道理 我不否认 知道你在星晋海域 得到沙漠顶 还有巨兽惊破时 我对你有过别的想法 同老前列开嘴 非黑一笑 尤其是在飞侠岛 我不止一次抉择着 想杀人夺宝 若不是 你成功在那座 祖老怪掌控的矮山 见到了祖老怪 身怀太多秘密 我估摸不准 我就下手了 再后来 你们去了赤魔岛 我依然有想法 直到你那未婚妻找来 将裴真集杀 将岛上赤魔宗弟子 尽数屠戮掉 而你 又一次安然脱身后 我才打消邪念 邪念消退 我清醒之后 萌生了另外一个念头 我在权衡之后 重新做出了一个决定 所以主动现身 以御楼的碎裂为代价 算是送了你一成 这个人情 你要承认的吧 同老前期待地说 于渊点头 我答应过你 会喊你那个人情 我想回吴梅一地 同老前突然到 原本 我就属于那里 在其中修行 赤灵虚宗 打造了一座空间传送阵 令七大下宗的长老门人 大量涌入之后 对各类邪魔追杀 积攒经验和功勋 逼迫的我不得不离开 于渊愣了一下 你要回吴梅一地 同老前重重点头 我想回去 于渊沉默半赏 思量着他话里的意思 清楚了脉络 说道 可是因为 现今的一地灵气复苏 更加有益于你的修行 在吴梅一地 在某些地方 有你早年留下了东西 你怎么知道 同老前一经 空间传送阵 再次修缮成功 但主人已经换了 于渊继续说 如今的吴梅一地 乃要变得于诸作阵 和那方大道契合的他 为一地新主 便使空间传送阵重新运作 西大夏宗 也会因为他的存在 因为一地有主 不敢胡来 他若是肯点头 他就能顺理成章返回一地修行 新的一地 灵气日渐丰沛 渐渐化作一个修行宝地 曾属于你的地方 以日新月异 灵气弥漫着 对你的境界提升 各方面的积累 都有很多益处 可是如此 于渊清喝 同老前新月成福 放下酒杯 拧起了酒壶 一阵功能猛贯 然后扔掉酒壶 说道 之前是我鬼迷心窍 觉得那大顶 觉得那巨兽的惊魄 胜过一切 若能成功得到 什么都值得 所以邪念一直在心 从今日 从此刻起 我同老前发誓 再也不会对你生出邪念 只求你 和那一地新主说一声 通融一下 允许我重返其中 你也知道 如我这般的人物 在一地内修行 或许会分刮一点灵气 但对于契合一地大道的他来说 我的归来 他也是能得到好处的 同老前态度诚恳 脸上都是请求 于渊心中有谱 知道随着暗喻修罗那之眼瞳 也被于朱炼化 本就出自于一地的他 在妖店推动下 自然化作一地新主 为那只修罗眼瞳 暗中攫取一地灵气 无眉一地开始万物复苏 修罗眼瞳内 所含的灵力还在于朱的力量之下 倒观像一地 让一地的气象 日日都在发生着翻天巨变 这样的无眉一地 从荒芜之地 化作了一个修行者的宝地 同老前般的浑游大修 想回到一地修行 也是看中了一地的变化 未来的前景 找于朱作为靠山 因为于朱不点头 不同意 他敢敢归来修行 就要面对于朱的打杀 得到暗欲修罗的眼瞳 和一地天然契合的于朱 如今实力暴涨 加上妖店的强力支持 领虚宗班的七大夏宗 都要低头 要依照于朱的规矩 在一地形式 何况他一介散修 这个请求 我答应了 带我回到吴梅一地 我会说服他 于冤汗手点头 他知道 如今的吴梅一地 若有同老前般的邪道大修入住 会遇发生机盎然 能够更快地化作荒神大则那般的宝地 所以他同意了 文言 同老前大喜过望 第五百三十章女将军的倔强 李玉禅走出丹药店 贴了一眼落座远方石台 挺拔如松的侄儿 依然是同一处石台 可李玉身旁 如今并没有筹记海伴随在侧 集园处 两道脚好身影 正在远离 他仅看背影 便知那两道离去身影 就是张妙张曼姐妹 这对姐妹的来头 他看不透 只是凭本能直觉 秀出不对劲 因此 早现在另外一艘海游船 这对姐妹找过来搭讪 流露出对职 而李玉好感时 他就心生警惕 让那对姐妹知难而退 姐妹两人 纠缠无果 见李玉玉上钩 也就信信然离开 如今 怎又寻来了 心怀慈念 他收敛失落颓丧情绪 尽量佯装镇定 向直而行去 五眉运魂丹 他没能如愿收入囊中 阴神的商创 短时间来看 不仅难恢复 阴魂绝的反噬力 还有愈演愈烈的架势 他跺步而行时 悉尼玩血翘楚 那尊煞气果符着的阴神 如瓷器般裂开 一丝丝青黑光线 从他凝练的阴神体内 迸舍而出 被他阴神吸附 聚涌在魂魄旁边 本来能增益阴神的各类 怪异混杂煞气 如今不再被阴神所控 反而不时透过阴神 裂开的缝隙 溢入了进去 阴神不受创 魂灵之体岩石无缝 那些煞气就影响不了他 可现在 阴神自己有了破绽缝隙 本来能够被阴神驾驭的煞气 各类吸纳阴魂导致的残渣怪力 就开始伤害阴神自身 他向鲤鱼走去时 冰冷眼瞳的眼角 其实有细腻血痕战裂 他浑然不知 嘿 再这样下去 不等愁记海出手 你就忽然暴毙了 高琴的冷言冷语声 从丹药店的店外一处阴凉地 突然想了起来 烈日炎炎 他缩在阴凉处 两腿交叉站着 吃着冒寒气的果实 朝着李玉缠露齿一笑 做人啊 有时候不能太刚硬 我如何行事 轮不到你来管 李玉缠一脸厌恶 早前 愁记海咄咄逼人 有时无恐地刺激自己 扰乱自己时 这位通天商会的指示 也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 压根就是闲着无视 看笑话的架势 这样的人 凭什么对自己评头论足 好心当作驴肝肺 高琴轻轻摇了摇头 随手将果壳扔掉 道 如果不是鱼约乃商会贵客 我才懒得多嘴 那怕一句 唯唯眯眼 他目中都是淡漠无情 如你般的人 在猎眼群岛不知死了多少 用不着你的好心 丢下这么一句话 李玉缠到了侄儿身前 道 我们走 高琴哈哈一笑 说 希望你们能一直如此硬气下去 之后数日 童老钱俨然成了余渊的跟班 在余渊答应童老钱 带道返回吴梅一地 会找于朱书情 允许他回归一地 于他早年所在修行之后 童老钱就敞开心扉 以后 童老钱在一地修行 在于朱这位一地主人的地界生活 他都能被归为于朱身边的人 于朱 是能够约束他 能各方面影响他的人物 而于渊和于朱间的关系 他在无眉意的 在那场决定一地未来的大战中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从于渊做出沉默 从他决定回一地起 他和于渊就在一条船 原连瑶在赤摩岛修行未归 于渊也要弄清楚猎眼群岛局势 倒是没有着急离开 就在通天岛四处游荡 童老钱 以为他不懂通天岛状况 常常伴随着 围起解惑 于渊洋装不知 任由他一番好心的讲解 自己游荡于出售丹药 戏剧 残缺阵烈 诸多灵爵的各类殿堂 如前世般 看似漫无目的 其实心中有谱的晃荡着 有几样药草 几种有缺陷的阵图 还有盛放药材的器皿 他已相中 只是询问了架码后 又暂时舍弃了 他所葬的灵石 灵精数量有限 借此手镯内 有那把剑鞘 有一块块剧受惊破 但当初他在允月境地地来的灵精 其实并不算特别多 以他目前的积累 不足以令他 将相中之物尽数收入囊中 他需要和通天商会交易 并现两块剧受惊破 化作一块块闪亮的剔透灵精 才有可能把那些 有助于炼药之物 一一拿下 可在他没有进入无名岛屿 没有进入那密地前 他并不想仓促决定 他要踏入其中 看看他当年为自己留下的后手 在三百年之后 究竟是不是依然都健在 有没有遗失 或有没有被时光给侵蚀 看过之后 才能有最终决定 他前世的要奴杜金 还守在那儿 本来他想要驱逐杜金 还要废点周折 有了同老前 想要将杜金赶走 应该不再是难题 他只需要等待一个契机 悄然不绝间 由通天岛离开 潜入那无名岛屿 由同老前事先赶走杜金 他就能成事了 沙摩顶的隐患消除 又能化作一件器物 带着他或潜入海底 或高空飞逝 这天傍晚 他和通老前闲逛之后 才回到商会为他准备的 那有山水大阵守护的楼阁 就见江玉蓉再次求见 除江玉蓉 另有高晴一道儿 站在门前 一看到高晴 他便有了几分猜测 道可是礼语 高晴唯唯一笑 是他找到了我 那位倔强的女将军 怎么低头了 于冤其道 他知道因银月女皇出了事 直接导致李家衰败 那位女将军从此就开始敌视他 即便他在暗月城的皇家 对两人伸出援手 也没能改变那位女将军的观感 李玉禅笃定地认为 帝国的义主 李家的败落 他鞠躬至尾 事实 也的确如此 可在他心中 银月女皇是银月女皇 李玉禅还是那未带他不错的女将军 李玉也还是在于家被刁难时 肯为他出生的那个李玉 他心中 一马归一马 分开来计量 他倒是够倔强 不肯低头 高晴洒然一笑 说道 但现在呢 已经由不得他了 他也没办法阻扰李宇 怎么回事 鱼渊亚然 他重伤之下 已昏迷不醒 高晴解惑 鱼渊脸色为变 喝道 人在何处 就在外面 你只要手啃 我让他们进来 高晴答了一句 又微微皱眉 说道 是这样的 你人在商会内部的庭院 我们是不担心的 可如果 你让他们进入 那位又忽然醒来对你下手 江玉蓉也说 他是因神境 在昏厥之前 神智明显不清醒 我们有点担心 没事的 即便是因神 我也有自保之力 于渊笑笑 烦请两位 允许他们进来 我想看看状况 你稍等一下 高晴点头 拳击 两人一并离去 根据消息来看 那位原女将军修行的 乃禁忌的阴魂诀 江玉蓉走出一大斜 觉得于渊听不见了 才说道 因阴魂诀反噬 是相当相当的麻烦 可不容易医治 为什么那里语会认为 于渊能救他 高晴笑着说 似乎是于渊自己 这么告知李语的 其了怪哉 江玉蓉不太相信 他自己不过破玄境修为 那里玉禅的阴神受创 他怎么可能医治啊 哈哈 你不要烦这个 江那里玉禅送进去 看几日就知道了 高晴笑道 江玉蓉将信将疑 那就看看吧 第531章悄然离岛 顶内天地 促促魔纹涌动 产生猛烈的吸引力 作用在那位曾经的 帝国女将军身上 贪软在地 细细微弱的李玉禅 眼角战裂 溢出丝丝缕缕的烟雾 和五色流光 余淵立在顶中 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身后 那位由天魔演变的奇特上魔 散发着冷忧阴寒的气息 面无表情地 看着倒地的李玉禅 丝丝 与将军的泥丸血窍内 那尊营绕着嗜血杀意 充斥着疯狂 残暴杀气的阴神 在物茫茫的混杂意能中 渐渐恢复了灵智 他那尊 如此气碎裂般的阴神 有缝隙内 留意出早先渗透境内的邪力 随着荼毒魂魄的毅力 逐渐流出 这尊阴神裂开的魂灵体魄 伤口被一一缝合 阴神的眼瞳 作然在现灵动光耀 也在此刻 顶魂的一缕念头 传达给于渊 他是一个极佳的善魔 他修炼的法觉奇特 阴神暗含玄妙 主人如果同意 在鼎内小天地 我们可直接打杀他 以他的魂魄迅速凝炼蜕变 先成煞灵 再炼化为善魔 一步到位 以他而成的善魔 也会是另外一个神奇存在 不逊色由天魔演变 许许演变而成的善魔 曾在浩芒天地 闪耀很多年的善魔宗 覆灭的较早 而创造出阴魂诀 在甘玄大陆声名雀起 四处征战杀戮的汉天大帝 是在善魔宗销声匿迹之后 阴魂诀 造就出来的李玉禅 和被灭掉的善魔宗 发觉极其的契合 具勇将士亡魂之力 炼化增进修为的李玉禅 牵引在体内 在泥完血翘的各类将士的煞气 对他会造成反噬伤害 可对善魔鼎在手的余渊 倒是一剂良药 能有助于此鼎的进阶增强 连李玉禅由地魂蜕变的阴神 暗鼎魂的说法 都能直接在鼎内炼化 迅速成为一个全新的善魔 大大提升此鼎的威力 仿佛于云点点头 鼎魂就能达成此事 不必于云摇了摇头 没有采纳鼎魂的提议 鼎魂遗憾地轻轻一叹 倒在地上的李玉禅 眼皮子动了动 突然睁开眼 睁眼的刹那 他还有些迷惘 不知身在何处 他能回忆起来的 就是昏迷前 觉得阴神灿杂太多太多 他承受不了的反噬毅力 变得异常沉重 头昏脑涨 兴起了要疯狂杀戮的邪念 他又知道 他人在通天岛 万不可如此 否则 他会在动手的那一刻 被通天岛无情轰杀 以意志力 抵抗那邪念时 精神彻底崩溃 阴神撕裂得更严重 造成了他忽然昏迷过去 一点意识都没的结果 昏迷 说明他完全失控了 再难压制魂魄的伤势 可现在 猛地醒来后 他惊奇地发现 日夜折磨他的反噬麻烦 居然被解决了 战烈的阴神 莫名其妙地愈合 困扰着他 反复侵蚀他的 这些年俱勇的煞气 已不知所踪 他迷惑地 打亮着眼前不知名的异地 看着鱼渊 他脸色骤然冰朗 我怎会在这里 你趁我昏迷时 对我做了什么 陌生的环境 昏迷不醒的自己 诡异现身的鱼渊 令他不自禁地想起 当初在暗月城的皇家 他被生擒时 那位藏着的凡家之主 对待自己的态度 看自己的那种眼神 他作然不寒而栗 旋即 心中就燃起了杀鸡 一道浑刃自然而然激发 刺溜 他释放的浑刃 在离开眉心血窍的时 就被一道冰蓝幽光穿透 他痛呼一声 这才发现在鱼渊的背后 站在一位通体冰蓝 如含金铸造 上身为女性 下身为蝎子的异类 浑身冰蓝结晶的女子 散发出一种 让他因神都站立的寒意 那女子 没盯点人类该有的情感 晶莹的体魄内部 仿佛燃烧着同样颜色的火焰 他略一感应 就知道这位来历不明的女子 极其危险 是他都招惹不起的人物 你醒来就好 于渊与气很平静 你被阴魂诀反噬 昏迷了过去 李宇看你状态不好 就背着你 将你带到了我这里 你和李宇消息闭塞 有些事情知道的不多 不清楚我在新进海域的战获 若 你所在的顶 恰巧能对症下药地 解决你阴魂诀的反噬 不只是这次 往后你修行阴魂诀 具涌在魂魄体内的 不能炼化的那些力量 我都能帮你剥离出去 你倒是不用谢我 因为炼化那些力量 我也是受益的那一方 一番话说完 他便在道 我现在送你离去 天地倒转 空间末地一阵 下一个刹那 李宇禅就发现已从顶内天地离开 在一间宽阔的殿堂内现身 旁边站着一脸担忧关切的侄儿 姑姑 你似乎好了 李宇喜悼 恍惚状态的李宇禅 有些不知所措 愣住那儿 她没事了 于渊唯唯一笑 我要修行一阵子 你带她出去吧 再有别的事情 也可来辞找我 她知道 李宇禅需要花点时间 去消化刚刚发生的事情 也需要想清楚 以后该何去何从 该以什么方式对待自己 不 李宇很逝去 扯着心神茫然的李宇禅 将她带了出去 两人 在那江玉蓉和高晴的护送下 从这楚商会内部宝地离开 看出来了吧 高晴摸着下颚 见那姑子两人渐行渐远 转身对江玉蓉说 仅仅一夜时间 这位饱受折磨的女将军 因神的反噬伤创 就被完全给解决了 江玉蓉点了点头 道真是不可思议 温神是温神 各种惊人的能力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高晴颇为感慨 难怪 连剑岛的那位大剑仙 都肯为他出一剑 剑宗 难道相忠他了 江玉蓉祈祷 不管如何 先好生事后着吧 听说是魔宗的某种 以处理好事情 近日便会来烈眼群岛 高晴眯着眼 那位某种 几乎是内定的未来宗主 她得知赤魔岛被屠戮 大为震怒 来列眼群岛 就是找韩英宗的女弟子算账的 不是说 她是被天魔附体的吗 江玉蓉说 岛上 最神秘的镇首确信 她没有被天魔附体 有自己的意识和灵智 高晴深吸一口气 自己要堕落的人 最为可怕 两日后 天色蒙蒙亮 鱼鸣惊动江玉蓉 悄然从那庭院离开 只是说四处逛逛 来到岛屿一处最偏僻之地 童老前树然现身 你考虑清楚了吗 通天岛的规矩 离岛很简单 入岛才困难 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 选择离开通天岛 其实相当冒险的 鱼鸣道 我知道 而且想得很清楚 童老前无奈 那好吧 简单交流后 两人一起跳海 趋于后 高晴如一道幽灵般 突然在他们跳海之地消失 低头看了看深蓝大海 他自言自语 是他自己没有和商会打招呼 偷偷离开的通天岛 真要出了事 也是他自找的 商会该有推托之词 一个水晶球 在他掌心低溜溜转动 内部的画面 就是于冤和同老前私下碰头 话语几句后 一同跳海的场景 这东西 就是对剑岛那位大剑仙的交代了 高晴岚洋洋一笑 那水晶球自行飞回岛上一处密地 他自己也莫地入海 第532章入地 无名海岛 槐树林间 杜金枯坐在一棵老槐树下 形如老师 一动不动 正午时分 烈日高照 他许久没动过的身子 骤然一抖 休 一缕吕明耀光线 在这方林间大地 墨地亮了起来 杜金脸色一寒 谋中流露出凶暴狠毒光芒 阴沉沉地喝道 来者何人 一枚枚铜钱 绽放着灿燃金光 暴雨般袭来 同老前 杜金又是震惊 又是暴怒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来寻我眉头 是何意 魏凤 是你教导出来的吧 同老前的轻笑声 不知从何而来 那位军长大人 在无眉一地胡作非为 差点害死我 你和他一秋之河 我找你寻仇 不是顺理成章吗 你怎知我在此 杜金一边惊呼 一边四处挪移 他依然枯作不动 可身影却顺一般 在不同的槐树底下现身 一眉眉袭杀他的铜钱 居然没有能锁定他 没能给予其精准打击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暗中做的那些勾当 只有你自己觉得无人知晓 同老前大笑 忽然间 敬拜铜钱 同时绽放出夺目金灰 一个个古仆的文字 从铜钱飞离 并伴随着一尊尊帝王 或握着玉玺 或拿着帝王之剑 或手持疆域地界图 一时间 这片无人问津的怀树林 被帝王的气韵充塞满 借住一棵棵老槐树 一直变换方位的杜金 再也无所遁形 轰 一块硕大玉玺 砸在他高高隆起的驼背 内有很多鲜艳之夜流淌出来 他们哼一声 因不知同老前未知 一身凝练的剧毒 无从下手 杜金 你被人盯上了 你跑不掉的 同老前的威胁声 从四面八方响起 仿佛有十几个同老前 一起大声吆喝 本就心虚的杜金 听他这么一说 心神大变 难道 先是不久前 在那海底深处 是魔宗的袁连 摇一口道出他的姓名来历 如今又冒出一个同老前 竟然也是对他 知根知底般 杜金慌了 以为自己坚守的秘密暴露 或是被巫毒教 和要神宗的那位盯上了 彭帝一声 他的驼背居然爆炸开来 一团瘴气光晕 将他那具形如干湿的躯体裹着 随着一颗颗老槐树的枝叶飘落 他在同老前的感知中 竟迅速缩小 眨眼间 他就缩小为一个核桃大小的瘴气光团 光团撞开一枚铜钱 让一位身穿滚龙袍的女子帝王虚影 忽然消散开来 下一秒 光团落地 顿时消失不见 然后 就见这一方槐树林 渐渐变得烟雾缭 各类酸毒瘴气 纷纷从大地深处爆发出来 赤拉 铜老前释放出来的 一枚枚暗含灵性的铜钱 沾染了灵间的烟雾 兜剑射出电流 藏瘾暗杵的铜老前 赶紧欲动阴神 将铜钱收拢在身 太阳照射下来 槐树林的瘴气烟云 变换出神秘的阴晕 透出一种梦幻怪异的绚烂场景出来 仿佛有很多条彩虹 凭空出现在林间 美轮美奂 铜老前的魂念 都不敢在林间逗留 急忙收回 你不要感知林间动向 鱼渐的声音 事实响起来 只要你遵守约定 带到我回归五眉一地 定会说服它 让你能顺利回去 铜老前道 放心 我绝对守约 那样最好 一尊有黑大鼎 小燃月出海面 迅如幽电 瞬间就在那烟雾缭绕的槐树林现身 大鼎也是痴痴作响 比喻着剧毒的侵蚀 以鼎身刻印的阵列 以大鼎的奇异 隔绝了镀金流下的后手 呼 大鼎飞到一颗不起眼的 哭死的老槐树上端 猛的沉落像树洞 大鼎稳稳落下 鱼渊身影一闪而出 手抓着沙摩鼎 换出从祖老怪手中的来的那把钥匙 钥匙一出现 有数百纤细流光 水一般躺下来 鱼渊抓着手中的钥匙 仿佛成了一个流光瀑布 向他脚下大地流泄着光芒 那些 比法斯都要纤细许多倍的流光 在触地的刹那 那棵内部中空的 很大的老槐树 忽然就炸裂开来 他脚下大地 也不断流一出光芒 泥土纷纷纷扬飞 光芒将鱼渊笼罩在内 林间烟雾缭绕的剧毒瘴戏 在南渗透进来 底土 如被清扫的灰尘 全部飞离之后 显露出一个光滑如镜的井盖 井盖以一种非金非玉 未知的奇异材质炼制而成 纵横交错地 刻印着密集的灵阵图列 看着就觉得无比复杂 从钥匙飞泻下来的流光 就落入那些灵阵图列内 将一条条本昏暗的脉络点亮 数秒后 井盖上繁复神秘的图列 就大放光明 成了 鱼渊嘴角一出喜色 心喝一声 那井盖自己掀开 凌空漂浮 鱼渊瞬间沉落下去 神秘的井盖 在鱼渊消失的那一煞 又轻轻地合上 合上的那一煞 所有的光亮再次炼去 那度金一流的烟雾缭绕 则潮水般顺势淹没过来 烟雾深处 一棵棵老槐树 自发变换方位 又有一棵槐树 直跟在那井盖上方 被擦拭掉的泥土 也神奇地归来 重新填满那一处怪异的空白 片刻后 心存疑惑的铜老前 阴神出窍 悄然降临在槐树林上方 运转法觉感知 鱼渊的气息 魂念 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全空的铜老前阴神 忌惮那些烟雾所含的毒素 不敢完全降临 只是四处看 很小心地感应着 结果就是 什么都没感觉出来 什么都感应不到 呼 图有一道身影 毫无预兆地 也在槐树林猛地出现 他是以本体真身 直接降临在烟雾缭绕之地 穿着一件刻画着很多密服的衣裳 皱着眉头打亮着周边 镀金流下的瘴气烟云 涌过来时 从他身侧分开 竟然未能近身 他抬头 看了一眼铜老前的阴神 道 鱼渊呢 你怎么会来 铜老前浅在海下的真身 替代阴神开口 你叫高晴是吧 我们离岛时 你就暗中跟随了 少废话 高晴在对待铜老前时 可没什么好脸色 一点都不客气 鱼渊是商会的贵客 岛上的镇手放话了 要保护他在烈眼群岛安然无事 离谷或鱼渊 和他来这么一个地方 究竟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铜老前冷横 高晴只是因神静后其修为 并没有抵达魂游境 即便有着商会的身份 也没有被他给真正放在眼里 铜老前 你是不是没有弄清楚状况 高晴咧嘴 笑容森然 在烈眼群岛 商会的底蕴 你不会不清楚吧 我人在此岛 就意味着商会关注着此岛 他搏清楚 一块金玉吊坠 忽然一亮 铜老前忽然就没了底气 谁在通过你 看着我 李猜 高晴到 朱佩宁 铜老前试探地问 高晴摇头 网上面猜 岛上的镇手 第533章曾经拥有 铜老前说出此话后 像是双打过的茄子 一下子就粘了 高晴 他是不在意 然而 通过高晴 搏颈的金玉吊坠 在暗中看着他的人 他就不得不在意了 能指唤高晴 这般的人物 借高晴窥探自己者 必是商会大人物 他猜了朱佩宁 高晴让他继续往上猜 朱佩宁在往上 还能有谁 自然就是商会 在通天岛设立的三大镇手 三大镇手 每一位都是杨神静 每一个是他能招惹的 其中两位 因那令竹云 因天降太阳光电的穿透 先后不同程度的受创 恐怕憋了一肚子怒气 正愁找不到人发现呢 于冤人在何处 我当真不知 同老前讲话时 本体真身从海下飞出 和他的阴神和二为一 立在烟雾缭绕的槐树林上 他不敢涉足底下剧毒弥漫的 看着那烟雾中的高晴 苦笑一声道 我也藏不住他啊 高晴冷恒一声 不知名岛屿谋处 一声刺耳的惨叫 陡然响起 同老前脸色又是一变 惨叫声 源自于一身皆毒 驼被秃顶的杜金 被他吓跑的杜金 施展隐藏神通 入地之后 再入海 本以为早就逃脱了 没料到深入海下 他都感知不出动向时 还是遭受重创 同老前顺势一撇 就看到惨叫声传来的方位 有一手人显现出来 正是当初那骚海游船 名面上的负责人 朱佩宁 朱佩宁人在半空 冲着他微笑点头 一手朝着下面的海水 轻轻一拉 哗啦 一张晶莹电光编织的大网 兜着刚刚顿离的杜金 如撒网捕鱼般 将杜金给捕获 然后被他给轻描淡写地 拉扯了出来 同为魂游镜 同老前因忌惮度金一身皆毒 加此人在怀树林留下诸多不至 他是不敢全力下手 可朱佩宁情或度金 朱拿归来 却显得如此轻松 人比人 气死人 看着那张金光 荧光交织而成的大网 感受着其中的灵力动荡 同老前略显唏嘘 都是魂游镜 可朱佩宁手中所持的器物 远非他能比你 朱佩宁器物不仅多 而且等阶也不低 所以能对正下药地 不惧一身皆毒的杜金 以大网将他囚禁 人呢 朱佩宁笑咪咪地 既是对杜金说 也是对同老前说 高高隆起的驼背上 堵物和绿色之水流淌的杜金 死气沉沉的 看了看下方的槐树林 发现什么都没 反而疑惑到 人不是都在 被同老前吓到 一心想逃的他 没有回头感知 于冤在他离去以后 小然月出海面 深入其中 引发烟雾散步 又悄悄以那要是 深入的一连串过程 他全然不知 他只当 是同老前领着高晴 商会的朱佩宁 寻他麻烦 还有一个人 朱佩宁道 杜金愣了愣 内心陡然掀起巨浪 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时隔三百多年 那人 终于有传承者寻了过来 知道此处秘密 身为那人的要奴 了解那人心性脾性的他 理所当然地认为三百年之后 那人留下的后手 挑选了一个传人 经过一番波折之后 终于还是找了过来 他人在此处 等候的 就是那人的传承者 他想做的 就是确信来人 是那人的传承者 将其直接打杀 逼问出进入秘境的方法 由自己来攫取一切机缘 他杜金 做了一辈子要奴 都未曾得到那人亲爱 没有传授给真正的炼药之道 那人对外 永远没有承认过 他是徒儿 只是 要奴 为此 杜金不甘心 怨恨了半辈子 从来不能释怀 商会既然什么都知道 就自己去找 同老前岛也光棍 我们离岛 你们都清清楚楚 不阻拦 却暗中跟随 我岛想问问 商会想做什么 据我所知 商会不参与大陆的厮杀 和明争暗斗 只要不招惹商会 商会不会主动惹别人 朱佩宁脸一沉 通天道 三大镇守伤了两个 这还不是招惹 那你们去找 韩英宗的那个女弟子啊 同老前说 我们不是正在找吗 朱佩宁横道 同老前哑然 私存了一下 忽然明白过来 通天商会 依然没有逮到令竹云 在那令竹云入海之后 无法捕捉其方位动向 将他给宁出来 商会在烈眼群岛 眼线众多 还布置了很多戏剧之眼 看着一片片天地 如果连商会都找不到他 别的宗派势力 在烈眼群岛的天上 海下 就更难寻到令竹云了 朱佩宁说的正在找 指的是通过渔渊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 渔渊能调出令竹云 只要渔渊出现 要不了太久 那令竹云也会随之现身 可要是渔渊 人始终缩在通天岛 令竹云即便是知道 也未必会出现 所以 因为剑倒那位大剑仙 为渔渊出了一剑 商会要给他面子 只能在岛上好好招待 他自己不离岛 商会不会逼他走 不会用他做耳 同老前看透了 可要是他自己悄悄的 没通过商会离岛 商会就能推脱责任了 这话一出 朱佩宁和高晴两人 多莫不作声 算是默认了他的猜测 一骚银红摩梭 无声无息的 在岛屿令一端 诡异般浮现 上方 莫艳四处张望 同老前看了他一眼 又感受了一下 魔攻幽魔使的气血 心底一颤 他顿时明白 于渊该是在离岛的那一煞 就在此惊动了很多人 此人 修屋独焦的独树 不过被驱逐了 莫艳趴着魔缩边沿 赫然已经和高晴般 有着阴神静后期巅峰 几乎有要冲击魂游的气象 他眯着眼 不在异地说道 魂魄不全 该是有别的手段潜藏 我来搜魂 幽魔使莫然道 杜金骚然面若死灰 他忽然就意识到 在通天商会 在魔宫眼中 他就是一个随时都能被捏死 还不要负责的小人物 让我来吧 幽魔使说出此话 从那银红魔苏内部 就有一缕黑药 奔着杜金而来 杜金惨笑一声 道 罢了 彭 他的驼背彻底爆裂 五颜六色的剧毒之夜 混杂着碎骨鲜血 如绚烂烟花般 向着四面八方剑射开来 这位枯手怀树林多年 想要将那人传承者抹杀 剥夺机缘者 自觉当场 他深知 他不死 下场只会更凄惨 一具早该死去的躯壳 全然是各种剧毒硬撑着 才能苟活在天地 幽魔使冷恨 我能感觉出 远在甘玄帝国 荒神大泽那边 有一道魂念和他呼应 他令有一部分 该是在荒神大泽 昏暗的岛底殿堂 一尊三足丹卢立在殿堂正中央 丹卢撞若黄葫芦 卢壁雕刻着麒麟 朱雀 凤凰 炎龙等上古火焰异寿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地 仿佛都在吞吐着烈焰 释放着炎能 炉底 看不见之地 乃八卦土暗 暗黄丹卢 一人高 底下有炎精 流转着火芒 时而闪耀一下 落入殿堂 看到丹卢的那一刻 雨晕就轰然一阵 差点要热泪盈眶 难难滴雨道 老伙计 丹卢乃世间 极为罕见的一种器物 内中并无气魂作证 可此丹卢 无论是材质 还是刻印着的火焰阵列 都极难被复制 极难再现 此丹卢 是他前世的恩师 拜托习宗一位影师的炼启师 为他夺身炼制而成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 他未能踏入修行之道 如师兄中是陈斑 既是炼药师 又能修炼者 才是主流 修炼出灵世 宁炼出阴神 可以用魂念沟通气魂 这样的炼药师 丹卢内藏气魂 自然是顺理成章 可他 由于未能踏入修行之路 三魂无法彻底蜕变 丹卢便是有魂 也难沟通 另外 如师兄般 若自身境界足够精湛 能以自身的火焰 点燃丹卢 炼制丹药 他不行 他只能依仗地底火焰 或者各种各样的炎金 做火源 不能修行的炼药师 有很多局限的地方 要不是他当年炼药的天赋 实在是骇人听闻 他不可能在无法修行的情况下 荣灯药神宗宗主之位 因为不能修行 他的丹卢 和别的炼药师自然会不太一样 丹卢的三族 族底镂空 能吞纳地心火脉 以地火烈焰化作丹卢燃料 熔炼品质较高的丹丸 炉底 八卦图正可以承受炎金的烈焰高温 在没有地火可用时 继续炼药 丹卢旁边 一个个的橱柜 沾满了灰尘 摆放着一块块高品质的灵精 玉石 众多的瓶瓶罐罐 呼吸着腐朽的味道 您是着眼前的熟悉丹卢 语言轻声道 我回来了 第534章有人来过 一座不知名岛屿 随着朱佩宁 迎红摩苏的抵达 本在岛上其他方位的散修 如惊弓之鸟 修 修修 一道道身影 拔变而起 迅速远离 还有境界低违者 乘坐着简陋渡船 也都尽快离去 那片槐树林 同老前和杜金的战斗 已经动了几位耳聪眼明的大修 很多人 已经意识到不对劲 朱佩宁 魔宫幽魔石地抵达 令他们慌了神 不想在如今这个关口 留下来烫浑水 冒不必要的风险 很快 闲杂人等 就从岛上消失了个干净 都市聪明人 莫燕站在摩梭上方 看着散修门的离去 咧嘴一笑 道 同老前 修屋独教独书的那人 和你并没有冤仇 你对他下手做什么 无可奉告 同老前硬气地说道 莫燕点了点头 很好很好 看来那人的下场 并没有吓到你 同老前啊 同老前 你不会以为 有着魂游镜的修为 就能无视魔宫威严吧 他一般出魔宫 同老前立即微微变色 魔宫 在浩莽天地如巨无霸般 维俄耸立在极灭大陆北部 不知造就出多少惊天的人魔 弄出多少令人动容的血腥战意 胆敢违逆魔宫者 三大陆 只有旗鼓相当的那寥寥几大势力 莫燕拿魔宫压他 同老前不敢反驳 只能沉默 搜寻不到 幽默使清冷声 忽从那魔宿内部传来 我以魂念铺斩整座岛 深入岛下 也未能感应出鱼渊 未能嗅到那大顶的波道 唉 莫燕叹了一口气 幽怨帝说 要不是那位大剑仙 顺带已建议渗透顶内 我会在他离开通天岛时 就能知道他的大体动向 范赫青的粉碎一剑 将他留在沙漠顶的魔阵摧毁 一举解决了隐患 他如今也是无奈 幽默使清喝 晋升 剑岛也在烈眼群岛 以那位的境界修为 如果有心聆听 莫燕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踏破我魔阵 坏我谋话 我说说怎么了 莫燕抱怨道 商会的高情 还有同老前 文言神色都有些惊诧 莫燕此子 竟敢忘依那位大剑仙 可摩苏内的幽魔史 还有朱佩明 竟然没有在劝说 提醒他小心翼二 高情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突然就意识到 这位元根据消息来看 何于渊一起在新近海域海底 有过一番纠缠冲突的魔宫修饰 绝对非同小可 否则 木燕断然不可能如此大胆 忽然间 同老前悄然变色 另有极股潜藏极深的气息 从这座岛屿附近的海域 泄露了一丝出来 他瞬间就明白 除了朱佩明 魔宫的幽魔史外 应该令有别的强者 也秘密地前引而来 藏身在暗处 或许 何幽魔史早就通了戏 全天宗 元阳宗 灵虚宗 还有什么宗派 同老前心神经乱 万遇心河 到底发生了什么巨变 在岛上 我打听那么久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雨渊 那令竹云 真如此关键重要 烈日生变 投射出太阳光电 重创数人 已经说明太多问题 天外 必然出了事 可他在通天岛 偏偏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 而被大剑先犯和轻 送入通天岛的雨渊 悄然离岛之后 又瞬间被人盯上 天外 还有号码内部 究竟怎么了 雨渊 和他那未婚妻 在其中有何特殊的 同老前疑惑重重 愈发小心谨慎 不敢胡乱开口 不敢瞎说什么了 奇怪的是 幽魔史也罢 朱佩宁也好 从他口中没问出消息 倒是没咄咄逼人 似乎 认定了他当真不知隐情 幽魔史 后面隐藏气息而来的人 仿佛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感知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绝第三尺地 搜寻着此座岛屿 昏暗殿堂 于冤手腕上的戒子手镯 闪耀着赤红光芒 他手掌划过蜀 堆积着的灵精 玉石 瓶瓶罐罐 逐个消失 本就是前世 为自己准备的各式材料 他收集起来 满心喜悦 唯有丹炉 还是窥然不动地立在殿堂中央 每每看到丹炉 他就心情愉悦 嘴角都充满了笑容 前世留下的 许许多多的修行材料 逐个消失在戒子手镯时 他暗暗想着 等重返通天岛 早先香中的所有物件 都可轻松拿下 手中所葬的巨兽金破 也能通过交易 从商会那儿得到更稀奇的 物为人知的材料 不论炼药 还是将来辅助修行 都会很合适 他对通天商会的门门道道 暗藏的许多好东西 可谓是早就了解透彻了 嗯 一处橱柜 几个看着眼生的瓷瓶 呼应入眼帘 他心生疑惑 那里 他依稀记得 应该空无一物的 何时 多了几个瓷瓶 一个闪掠后 他来的那边 然后随手取出一个瓷瓶 小心掀起瓶赛 凑近看了一眼 又深深吸了一口 喝道 不对 另外几个 分明也是盛放丹丸的瓷瓶 他迅速地 一一辨别了一遍 他的眉头 悄悄凝了起来 有人来过 刚刚检查过的几个瓷瓶 内部所藏丹丸 和另外一个橱柜的几个丹丸 功效一样 可他嗅了一口 仔细看过 就知道这不是他三百年前炼制的 他认真想了想 就知道那几个瓷瓶 绝对不是他当年放下的 难道凭空多出的 钥匙 始终由祖老怪保存 且只有一把 语渊心情在南平静 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的人 除祖老怪之外 还有两个 新的丹药多出了 而且就是后面放进去的 难道是有人 担心时间太久 早年炼制的丹丸 药效会减弱 事实上 确实有几种丹药 经受不住时光的侵蚀 保存再好 药效也还是会影响 那几瓶丹药 还真就是如此 无法长时间储藏 祖老怪 不懂得这些 他只负责保存钥匙 祖老怪也不知道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两个人 同样知晓有那么一个地方 藏着他为自己 为传人留下的后手 这里一切没变 说明不是被强行破开 而是持有钥匙踏入的 能够从祖老怪手中索要钥匙 什么物件都不动 还为自己增添丹药的 两人都可能 摸着下巴 与冤深思着 倒是没太多不安 他对这里异常有信心 知道想要深入其中 有多么不易 一切保持原状 说明不是被人强行轰破 那默默另外准备丹丸者 自然就是那两人中的一个 那两人 他是百分百 无条件信任的 再看看 神情一动 他愈发仔细地 审查着一处殿堂 半晌后 他握着另外一个药瓶 忽然大笑起来 不必去通天岛 采集额外药材炼丹了 现在就熔练那巨兽的精魄 再炼气血小天地 第535章玄血补天丹 一枚核桃大小 流光一彩的丹丸 静静地躺在鱼渊掌心 丹丸赤红 放大树时被看 形如一味酣睡的小灵人耳 时而鼓掌一下 似乎正在均匀呼吸 一丝丝灵气 带着松香味 从那小灵人耳身上散意开来 闻一口 杏仁心脾 此丹丸 名为玄血补天丹 第级三品的等阶 第级丹丸 大多是和入围境和阴神境的修行者 所葬的气血 灵力 海岸但能安抚灵魂的丹药之力 杏血补天丹则不同 此丹 只能作用在破玄境的修行者身上 只是丹方面柱气血小天地的圆满 一种地级等阶 却只供低境界修行者使用的丹丸 必有其特殊性 一共三枚杏血补天丹 也不是于渊当初筹备的 而是另有他人 在数十年前放置进来 该是为他的后来传承者准备 杏血补天丹的炼制其实不难 药神宗很多的炼药师都能炼制 此丹 难在灵财的收集 丹丹九种 能够避疫气血的药草 就不是能够一下子聚集其的 还有十几种药枝 因为种类太多 也能一下下凑齐 三百年前 他之所以为能炼制玄血补天丹 将其早早放入此密室 就是因为有一阵子 药神宗 还有通天商会 其余一些宗害势力 大量收集炼制玄血补天丹的九种药草 偏偏 那阵子三大陆气候异常 由两种炼制玄血补天丹的药草收成很差 结果就是那两种药草一成熟 就被通天商会 还有玄天宗的炼药师 迅速地拿下 药神宗 反而没有能够得手 丹丸的凝炼 不能凭空造就 巧妇也难为五米之吹 药草的缺失 导致他在转世重生前 没有将玄血补天丹给炼制出来 还很遗憾地 告知了和他私交最好的那两人 他先前在通天岛 在售卖各类药草的殿堂 乡中的几种药草 就是炼制玄血补天丹的主裁 三百年前 稀少的几种药草 如今的商会都有出售 在他的设想中 辅助他炼化剧兽精魄的最重要丹丸 正是玄血补天丹 没别的丹丸 他都能容炼剧兽精魄 来改造玄门血窍 可缺了玄血补天丹 那就只能作罢 因为 此丹丸能弥补气血小天地的缺陷和不足 帮助玄门气血的稳固 并且能修缮破损的地方 而且效果又快又明显 炼化巨兽精魄时 磅鲍的巨兽气血能量 会瞬间爆发出来 他非常清楚 人族修行者的气血小天地 和妖族的体魄不同 不能够一次性承载巨兽精魄迸发出来的雄魂气血 人族 初始始体魄缠弱 所有的天外高等智慧生灵都明白 如果人族 没有一步步地以灵气洗涤体魄 打凹筋骨脏腑 即便是破开悬门血窍 还是无法容纳汹涌气血的灌注 而星空巨兽的血肉精华 又恰恰是世间最为恐怖的气血力量 他必须要在分解巨兽精魄的同时 服以玄血补天丹 在气血小天地战略 破损时 迅速缝合治愈 帮助稳固巨兽气血的连番爆开 疏通导引 才能令其能徐徐地 改造淬炼玄门血窍 而现在 他本来打算炼制的玄血补天丹 竟然已经在了 并且还共有三枚之多 心神一动 他就意识到他当年 以遗憾语气所说的那番话 那两人都听尽心里了 既然有了玄血补天丹 他就不必急匆匆回通天岛 不必在岛上另外采购链 玄血补天丹所需的那些药草 一块金光溢溢的巨兽精魄 作然从借此手镯飞出 在他另外一只手掌心出现 他莫运久要天伦 下丹田黄亭血翘楚 如有一轮轮要日 受其呼喊 而从地平面生起 呼呼呼 一簇簇太阳惊火 接连从黄亭小天地飞了出来 要得昏暗殿堂 红灿灿的 亮若白昼 且温度狂飙 黄亭血翘楚 运转着九要天轮 有一道绚烂流光彩带 如神红飞逝 神红环绕着下丹田 内部灵气天地内 一缕缕灵力飞出来 沿着经脉流动 吃 一蹴太阳惊火 被他的纯净灵力裹挟着 率先触碰那一块巨兽惊破 形如万年琥珀的巨兽惊破 被那太阳惊火一碰 忽然就被点燃 浩瀚的气血动静 从那巨兽惊破内 轰然而发 整个昏暗的殿堂 在这一煞 如寂寞在奇异的生命海洋 一下子变得绚烂多彩 有树不尽的星星点点 随着巨兽惊破的点燃 从而飘逸在天 那星点 就是巨兽名笨坤的气血精华 暗含生命之能 和夺天地造化的神奇力量 于渊深吸一口气 精神集中在一处 中丹田悬门血窍 胸腔要塞 气血小天地所在 陡然生出吸扯吞没毅力 因巨兽惊破点燃 而飞翼的一点巨兽精华 流营飞火般 被他悬门血窍吸入 轰 气血小天地 突然出现一个硕大光团 充盈着涌动的能量 在那方小世界四处乱窜 竟然不能被于渊给掌控 看着忽然冒出的 那瘦大如车轮的光团 鱼冤吓了一跳 他从顶魂口中 从别人的告知中 知道巨兽精博的神奇和玄妙 知道练化不容易 吸收起来也颇为困难 可他还是想不到 只是一块巨兽精博燃烧 飞翼而出的气血光点 落入气血小天地后 竟然变得如此可怕 米粒大的气血光点 扯入悬门血窍内部 怎如此巨大爆裂 来不及做出反应 更多的巨兽气血精华 如星点 似精亮精亮的萤火虫 开始不断地消失在他悬门血窍 气血内部小天地 在短短几秒时间 就多出数十个硕大光团 每一个光团 都涌动着极为夸张的气血力量 像是一头头凶猛爆裂的妖兽 在他气血小天地发狂地四处冲撞 星空巨兽 果真是天地间 最为恐怖的异类 鱼渊身影一声 滋涯咧嘴壁 苦笑不叠 只是一块巨兽精魄 只是万分之一的气血精华 在他的悬门小天地内 竟然化成了一头头的狂暴妖兽 那名顿坤在全盛时期 该是多么的可怕 难怪 难怪说星空巨兽能生吞日月 能翱翔星河 能炼化天外繁星 能大口大口地 吸掉星辰的灵气 将生机盎然的星辰 从此灵气枯竭 明顿坤这种变态的存在 就不该在浩莽天地附近现身 难怪被众多古老妖族合力镇压了 鱼渊震惊的时候 发现他的悬门小天地 竟然已经有了要崩溃爆开的架势 他变换念头精神 操控着那一蹴太阳精火 不再去燃烧巨兽精魄 以免有更多的星星点点气血精华流逸出来 另一边 他张口将一枚玄血补天丹吞下 入腹之后 第一时间开始炼化 玄血补天丹在肠胃中 就被一缕铝精醇灵力注入 以及快的速度熔炼分解 令当中所含的药效释放 温和滋补的药能 通过八条旗精 反补向气血小天地 玄血补天丹的药能 在那一方气血天地 如化作山剑流泉 带着清凉 温润 柔和的气息 自发流向因那些 狂暴光团冲撞 而破损之地 蓬 蓬 蓬蓬 突然间 源自于巨兽精魄的力量 一个个硕大的气血光团 竟疯狂撞击沙魔顶 全伏在气血小天地的沙魔顶 瞬间成了一个出气筒 被那些光团撞击 第536章独言老手 通天岛 李玉禅从售卖器物的殿堂 购置了一些小物件 全部交给了李宇 那些小物件 能辅助李宇修行 离开时 李玉禅再一次看到仇济海 神情一冷 反而以挑衅语气说道 我们这就李岛 李岛 就意味着不再被商会庇护 出岛的那一煞 生死自负 盯着李玉禅许久 令他因神遭受反噬的仇济海 听到这句话 脸色深沉 他感觉到了 不久前昏迷的这位女将军 被李宇送往商会的私宅 再次出现时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 困扰他许久的顽疾浑伤 消失得干干净净 此刻的李玉禅 他已经没了必杀的信心 已逼了那么久 不会是惧怕了吧 李玉禅冷着脸 眼神轻秒 领着李宇向岛上一个工人安然离去的出口行去 仇济海神色殷勤不定地跟随着 片刻后 在那出口处 李玉禅从戒子手镯内取出一艘乌鹏船 便和李宇落下 乌鹏船在海面 缓慢地行驶着 他站在外面 就这么轻轻眯着眼 冷冷等待着仇济海 看仇济海是不是敢下手 突然间 仇济海咧嘴鸣笑 鸣笑一出 李玉禅就变了脸色 不只是他 李玉也在寝客间 感受到几股奇迹 满含沙翼锁定了他 没想到你们如此天真 仇济海怪笑着 明明知道你伤势恢复 我还紧盯不放 真以为我傻啊 你们难道就没想过 要你们两人死的 还有别人 一路上 追及你们估执的 近期都没露面 不想想原因吗 此话一落 乌鹏船下面的海水 就陡然汹涌 海水凝围的箭矢 一支支飞出 直向乌鹏船而来 仇济海手中的长剑 也和他身影一道耳 化作一道光虹 似向乌鹏船 李玉禅魂念铺展开来 立即感应出海下面 另有三人 和仇济海 和他一样 都是因神境的修为 而且都是熟人 曾经 数次袭杀他和李宇 而没得逞的三人 再加上一个仇济海 四位同级别 甚至比他境界 还有高的阴神 一起痛下杀手 他们如何抵御 呼 图有一个小小拳印 从天而降 砸向仇济海 拳印一出 这一方空间 瞬间变得井窄狭小 整个天地 仿佛都装不了 那小小拳印 霸道绝伦的爆裂气血 在那拳印内 遮天蔽地 蓬 遇见而来的仇济海 被那拳印轰击震着 仅一个照面 就化作一团血雾 体魄 阴神 还有天魂和主魂 皆在爆开的血雾当中 又有三个小小拳印 忽然飞入下面的海水 旋即就见海面 陡然掀起三道巨大的逆流瀑布 另外三个 配合着仇济海 对固执两人下手的阴神 当场死绝 乌蓬船内 李宇禅和李宇两人 单若木鸡 通天岛的岛上 还有附近海水船之上 有商会的直视 也有看笑话者 都脸色巨变 主动避让开来 一道娇小身影 带着恐怖绝伦的气血动静 树然而至 他戴着争吟面具 呼须空而立 看了一眼李玉禅和李宇 道 随我来 话音一落 乌蓬船陡然飞天 受他的力量牵引着 随他飞走 岛上 商会的江玉蓉猛的现身 看着他 还有那一艘最普通的 却飞天而起的乌蓬船 喝道 沈飞擒 神威帝国 黑辽军的军长大人 我的天 怎么会是他 他不是应该缩在 荒神大则吗 他 他似乎修成阳神了 众人哗然 谁都想不到 被古荒宗驱逐出去 隐姓埋名藏在 神威帝国 创建出黑辽军 又背叛了 神威帝国的 沈飞情 竟然在 烈眼群岛 突然现身 而且 还搭救了 李玉禅和李宇 他和 银月女皇 曾图谋无眉一地 失败之后 他逃回 荒神大则 受荒神庇护 江玉蓉暗暗震惊 那位女皇 就没他那么幸运了 似被周苍明 和鱼珠 分别拘禁了起来 他忽然现身 是找鱼鱒寻仇妈 红灿灿的光影 忽在殿堂内 那三足丹鲁浮现 光影 代表着银红摩梭 对应着同老前 朱佩宁 还有高晴等人 以巨瘦惊破的 气血精华 改造着悬门血窍的余渊 身躯时而膨胀以下 血窍和脏腑内 噼里啪啦响声不断 他陡然惊醒过来 丹鲁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神意 而显现的光影 只是殿堂内 潜藏的阵法 借丹鲁给显化出来 怎么回事 于渊在恋化剧受惊破时 微微一震 表情困惑 此处殿堂 他进入时 该敲无声席才对 幽摩史 朱佩宁 高晴 还有纳莫宴 为何都来了 岛屿外界的海内 还有三位阳神 或是气物抵达 或是阳神分散 或是本体清零 顶魂的念头 也在这时候 忽然想起 另外一个岛上 似乎 有更多不对劲之处 单炉一处 雕琢着麒麟异兽的地方 刺溜一生 燃起火苗 一幕令于冤心惊胆颤的画面 陡然闪现 离此不远的 另外一个岛屿 该是和惠灵宗有点关系 如今有不少散修聚集着 很多散修 还是本该在这座岛上的 应该在幽摩史 朱佩宁等人现身之后 被迫离开他所在的岛屿 去了那边 散修 并不会惊吓到他 真正令他不安 令他恐惧的 是一个独眼老手 一个独眼老手 眼瞳赤红 另外一只眼 眼珠子仿佛被扣掉了 他混击在一群散修当中 见嗖嗖地 自称叫明昆 正在和人搭话 询问着烈眼群岛的 很多隐秘事情 打听他这个渔渊的来历 那老手 是最近一段时间 渔渊每每想起 都心底貌寒气的那位 明昆 就是明顿昆 正在岛底密室 练画着对方巨兽 惊魄的他 猛地看到那头星空巨兽 和在新近海域的海底一样 笑咪咪和人说话 岂能不心神大乱 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好好的 他不是应该被魔宫黑巡 他们分尸吗 第537章明昆 另一座无名岛屿 化身为明昆的老手 薄金杵的褐色鱼林没了 两手手背上的尖刺 同样消失干净 体型枯瘦 身穿灰色马褂 嘴角留有长须的他 笑容谄媚毕 对一位入围境的老修士奉迎着 询问他所在意的内幕 烈眼群岛各大岛屿 坐镇者叫什么名字 境界修为 是本体真身坐镇 还是阴神或阳神在岛 各方宗派的镇守 修炼的灵觉 手持的器物 他都好奇不已 老修士 不宜有他 随口到来 附近很多散修 密切关注着 那座朱佩宁 幽魔石等人驾龄的岛屿 或高谈阔论 或窃窃私语 魔宫 通天商会 同时在那小岛现身 抑郁为何 那岛屿 我逗留了大半年 什么都没发现啊 不久前 同老前现身过 在僻静的怀树林 好像与人有过争执 不过 一小阵子 就迅速平息了 岛上 会有什么 许多阴神没有凝练 仅仅只是破旋 入围境的修行者 暗自惊奇 独眼牢骚明昆 轻浮胡须 满脸笑容地倾听着 他那只赤红独眼 像是害了眼疾 许久没有睡好斑 红得有些甚人 可他浑身气息不显 无论魂魄 还有气血 都是破旋境中期的层次 没有特别突出显眼的地方 他视而眯眼 笑嘻嘻地 向远方天空看一下 幽魔使乘坐的银红魔梭 就在那方天空悬浮着 很是眨眼 魔梭中 木燕皱着眉头 忽有些莫名地坠坠不安 心念一动 加落魔刀缩小百倍地 在他两指之间冒出 变得鲜薄的魔刀 透出银银光泽 内中的刀魂 如轻轻站立一煞 生出了警觉 不太对劲 莫艳看着袖珍之后的魔刀 悚然一惊 扭头对船舱轻喝 该是另有人 隐藏得更深 且对我们怀有恶意 这把曾扬名外语心合的魔刀 就差一步 便能击身神器行列 手持魔刀 寻服刀魂的他 深知此刀的玄妙 就在刚刚 刀魂突然陡颤了一下 刀魂的陡颤 就是预警 我们动静如此之大 有别人藏身暗处 魂扑倒雨 我并不意外 幽魔使得清冷声 从船舱悠悠响起 不必担心 该是那些境界非凡 不受大宗制衡的散修窥视 看 就让他们看 只要他们别搅合就行 如同老前般 甚至比同老前还要强大的散修 也不是没有 以魔宫镇守身份 常年守护魔岛的他 见过太多药木散修 来猎眼群岛 去通天岛购置灵财和丹药 阳神静的散修 也不罕见 也有要找商会的时候 可绝大多数的散修 不会再猎眼群岛胡来 不会破坏规矩 更加不可能如令竹云般 像赤魔岛 星月岛 寒阴岛痛下杀手 幽魔使指当事 由此类散修文讯而来 藏身暗处 以魂念感知 惊动了那柄加罗魔刀 嗨 同老前 说说看麻 你和于晕两人一道尔 来这个不知名的岛屿 究竟想做什么啊 商会的高情 懒洋洋帝 飞射在同老前身旁 好朋友般 以闲话家常的语气说 有那魏大剑先出剑 再加上别的一些缘由 我们是不会害他的 同老前脚踏同前 一肚子苦水 我真不知 要不是除幽魔使外 底下深海内 另有强者在 他都想索性逃了 可现在 他知道他人在海下 他一动不动的话 兴许还能安然 一旦他 有了异动 恐怕立即就会引来 那些人的雷霆手段 于渊啊于渊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你换我来死 不是要设局坑害我吧 我对你终于敞开心扉了 你就这般对我吗 同老前心在哀嚎 有种骑虎南下左右都是错的感觉 赤魔岛 喷涌着岩浆烈焰的火山口 原连遥如玉火凤凰般 承受着地火精炼 痴痴 他的阴神 在火焰内摇一声嘶 汲取着地火精华 洗涤魂魄 一朵朵 性命相休的赤裂莲花 变得有几亩地大 飘在那座火山口 娇艳盛开着 吞那着地心的烈焰 笑容岩浆 红灿灿的莲花 和他一样发生着惊人蜕变 令竹云席沙培针的那些楼宇中 芳耀和原秋房两人 举目眺望 看着他沐浴在地虎岩浆之夜 淬脸着阴神和莲花 取紫熙 特来拜见芳耀大人 温润柔眉的声音 忽从岛外转来 往后 原秋房神色围巾 仅有一只臂膀的芳耀 灿然一笑 道都是自家人 往后何必如此见外 他和周苍明乃至交好友 很小时候就暗中照看某种 自然知道周苍明少年时期 和这位往后的情感纠葛 往后对某种的情深根种 他看在眼底 所以说许紫熙不是外人 取紫熙飘然而落 在他和原秋房旁落下 贴了一眼圆莲瑶 赞道 恭喜贵宗 吸纳了一位天赋非凡的门人 芳耀哈哈大笑 道 怎么找到赤魔岛了 和他一道儿的那小子 巧然离开通天岛 取紫熙摸着额头 叹了一口气 说道 就不能安分一点 才平静没几日 又要闹出一番是非出来 原秋访惊道 他为何离岛 不知道 往后摇头 很是烦恼的样子 现在好了 幽摩使 朱佩宁 还有袁阳宗 林须宗和玄天宗的人 都被惊动了 匿匿地聚集在那不知名岛屿 芳耀神色淡漠 我看到了 赤魔岛里那座岛屿 相得本就不远 朱佩宁和幽摩使兴师动众 忽然降临 修道魂游静后期 即将蜕变阳神的他 岂会不知 于渊消失了 往后淡眉一昼 奇怪就奇怪在 他在岛上没了踪影 偏偏搜寻不出 我之所以过来 就是要问问袁连瑶 他和于渊最为亲近 一路相伴抵达的烈眼群岛 在赤魔岛出了变故后 也是他和于渊逃脱 方药恶然 你是说 他可能知道于渊躲在何处 他要是不知 恐怕就没人知道了 举仔细道 再等三日 方药抬头 仔细观察了一下 三日后 他修炼的魔爵就成了 阴神也名恋夯实了 幽暗殿堂 握着一块巨兽惊破 感受着气血小天地 正发生惊心动魄 巨变的于渊 脸上的表情 被丹炉光亮映照的变幻莫测 丹炉一脚 化身明昆的独眼老手 带着剑嗖嗖地笑容 混击在一众散修中 那些散修浑然不知 人群中 潜着一头凶暴使杀的星空巨兽 一旦展露本来面目 别说那岛上 怕是幽魔使 朱佩宁等人 都有危险 看到明顿昆 于渊熔炼巨兽惊破的心境 都因此被影响 明顿昆未亡 变幻为人 来猎眼群岛多久了 这座殿堂 能躲避他的感知吗 于渊不由深思 如果给他发现 他又恢复了大半星空巨兽的力量 他应该是能破开的 忽然间 于渊心乱如麻 心神不集中 直接导致他的气血小天地 那座不断遭受撞击的沙漠顶 竟被逼离悬门血窍 呼 有黑大顶 在他的胸腔墨地浮现 释放着幽幽的魔光 主人 那名笨昆竟然还活着 顶魂数一飞离 也看到单颅一角的惊人画面 不对 他在猎眼群岛 而不是被黑群他们分时 怕是有蹊跷 他活着 离得如此之近 会不会感应出这些巨兽惊破 毕竟 巨兽惊破 本就是他的气血精华 啊 鱼渊变色 我以为他要么死了 要么顿离天外 只有残魂 寄托在那之炎日之铜 顶魂分明急切不安了 可他既然没死 你在熔炼巨兽惊破时 他应该能感应出动静 知道你正在干什么 李氏说 他知道我在炼化这些惊破 鱼渊惊悚道 那就看这间殿堂 有没有遮蔽他感知的力量了 顶魂驾驭着有黑大顶 在此幽暗殿堂轻轻晃荡着 也觉惊奇 这里是何处 我在里面 也无法嗅到外界的动向 如果我不能 或许他也不可能 身为气魂的他 忽然发现这位境界平平的新主 暗藏着很多秘星 譬如此地 新主人怎么就能寻来 怎么就能长驱直入 非狭岛的族老怪 新主人凭什么知晓如此多过往 凭什么能过去 破玄境的修为而已 又没大修庇护 没大宗接纳 怎么就知晓那么多 浩莽天地的旧闻和秘密 不管明顿坤能否看到 我该熔炼这些惊破 还是要熔炼 鱼鸳一发狠 再次欲动太阳惊火 引燃掌心那块万年琥珀般的 气血精华结晶 又蓬地一生 飞溢出更多星星点点 沙摩炼体 骨骼一阵劈啪翠响 中丹田悬门血窍 犀利陡然生出 尽量萤火虫般的气血光点 纷纷溢入血窍内 使得气血小天地内 再次在短时间内 凭空多出数十个 蕴含着丰沛血肉精气的光团 小腹楚 玄血补天丹的药效 经过灵力的分解消融 也流淌向气血小天地 不知为何 沙摩炼被那些气血光团 撞击出去之后 他那除备 凝聚炼化气血的玄妙血窍 竟然没有先前的恐怖动静 沙摩顶一离开 源自明顿昆的气血精华 演变而成的硕大光球 满载着生命能量 居然立即春风化雨般 以造化之功 改变此方小世界 令其开始进行蜕变 以心神沉静 于云内窥此方天地 都暗暗惊呼 呼呼呼 更多的气血光团 硕大如车轮 不再破坏 碎裂 要撕扯这片气血天地 巨兽精魄非离的气血精能 镜子发调整的温和 以他丹田能承受 能消化的方式 去进行改造 压根不是顶魂 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 能称列他的气血小天地 是我弄错了 还是顶魂弄错了 于云暗暗惊奇 如果都是这样 那连玄血补天丹都不用 直接熔炼巨兽精魄即可 第538章 奇物凝结 又暗殿堂 星辰璀璨 点点星光 皆是从巨兽精魄飞翼而出 遍布在殿堂上空 熠熠生辉 随着沙摩顶的离开 于云的气血小天地 开始没任何必端地 大肆攫取着那点点星光 细吞河山般 将其一一收敛 点点星光 移入气血小天地 陡然生出巨变 出始时 化作朔大光团的巨兽精气 还会四处飘荡 可虚于后 那一个个硕大光团 竟然彼此冲撞 见射出蓬蓬细雨 雨滴抽离她的血肉精气 交融之后 渐生兴起蜕变 琥珀状态 流光溢彩的巨兽精气 和她的血肉精气融合 变成了血红色 滴滴雨滴 洗脸之后 变得极为粘稠 雨滴相互间 主动靠拢着 一滴滴聚涌 很快 在她的气血小天地 变出了一块巴掌大小 血液般剔透的异物 如一块血液印章 蓬 更多的硕大光团碰撞着 建设出密集的雨滴 洒落下来时 牵扯聚集吸纳着 源于她的血肉精气 颜色改变 名为血色雨滴 一滴滴血雨 都落在那块小小印章 印章渐渐变大 半个时辰过后 那块巴掌大小的血色印章 已有连台大小 闪耀着纯净的血光 晶莹透亮 雨渊泽泽撑起时 一股由心而生的渴望 忽然迸发 她愣了愣 就发现掌心的一块巨兽精魄 赫然消失不见 巨兽精魄 就这么被炼化 连灰烬都没留下 那一蹴太阳精火 则是没有燃静 还释放着赤裂高温 还在她掌心继续燃烧 呼 第二块巨兽精魄 被她从戒子手镯招呼出来 重新落入掌心 几乎在瞬间 那块新的巨兽精魄 便被点燃 在一次地飞翼而出 如星辰般的气血精华 飘离在半空 她甚至不需要 去施展什么秘法配合 新飞翼出来的星星点点 就自发流入悬门 气血小天地内 新的光点 又一一变得硕大 充盈着汹涌的巨兽精气 相互撞击着 建设着 爆开来 如密集的血雨落下 犀利 来自那血色连台 于渊惊奇地发现 令众多巨兽的精气光点 主动溢入气血小天地的 不是别的 就是那块连台般大小的 剔透血域 莫名声出的血色连台 吞没着 渴望着更多的巨兽精魄 有点怪异啊 以你所言 要炼化星空巨兽的精魄 伴随着恐怖 且不可预料的凶险 你说过 每一块巨兽精魄所葬的 气血能量 都狂暴凶猛至极 不是我现今的境界 我的气血小天地可承受的 可现在 并不是如此啊 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握着第二块巨兽精魄的 女渊以心神沟通气魂 她没有服用第二枚玄血补天丹 没有调用丹丸之力 急于去修缮破坏的 气血小世界 以免血翘崩溃 因为 她的气血小天地 没有再次遭受损坏 新溢入的巨兽精气光点 都是彼此相互冲撞 一一碾碎爆灭 化作漫天血雨 至于洒落石 具有她的血肉精气 滴落在那血红连台 连台渐渐变大 快要有一亩地规模 且愈发惊透 一种怪异的气象 从那血色连台内显现 令于冤不自禁地 迷醉地以心神内窥 觉得颇为规律非凡 根据我的记忆 星空巨兽的惊魄 因暗含造化之力 生命最本质的能量 极难炼化 且极难吸收 顶魂也觉疑惑 传念给她 你顺利地不合常理 会不会和太阳惊火有关 太阳惊火 源于那名顿昆的一只眼瞳 也是她的一部分 太阳惊火 携带着她的气息 而你炼化的惊魄 又是她生命气息的结晶 两者 来自于同一巨兽 以她的东西 来炼化她 是不是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顶魂的原始魂灵 出自殒月境地的神魂宗 对魂魄奥妙 有很多不凡见解 然而 对巨兽惊魄的炼化 种种异常 她也是一知半解 她所得来的 有关于巨兽惊魄的知识和记忆 来自她的上一任主人 来自于她残存的一部分记忆 未必就是百分百准确 我感觉有点怪 于冤在炼化第二块巨兽惊魄时 发现更加顺利 而且更快 不到半个时辰 第二块巨兽惊魄在她掌心 便消失无踪 主人 如果你没有感到痛疼 气血小天地稳固 没破裂暴灭迹象 就不必担忧太多 继续施法炼化就行 顶魂建议 于冤决定采纳 然后 就是第三块 第四块 第五块 第六块 清静海域的海底 在那混浊魔胎内部 她一共斩获13块 大小不等的巨兽惊魄 只有一块被飞侠倒的 祖老怪索要走 她手中还余下12块 通天商会预定2块 袁莲瑶提前要了1块 还有9块可用 可在于冤冻手 以太阳精火开始熔炼 第三块巨兽惊魄时 她就发现 她停不下来了 每当一块巨兽惊魄被点燃 释放出巨兽的精气 就会立即被气血小天地吸纳 且越来越快 如果一块巨兽惊魄被炼化 尽数融入气血小天地 它没有能够较快地 再次取出新的1块 她内心对巨兽惊魄的渴望 就难以压制 除此之外 那不断壮大的血与结晶 也会突然变得不稳定 内脏的 毁天灭地的气血动荡 如即将爆开 她隐隐感觉出 渐渐变大的血与结晶 当真爆裂之后 不只是她的气血小天地 她整个血肉躯体 黄亭灵力小天地 天地人三魂 都会在一刹那化作灰灰 她的气血小天地 没有异动 没有凶险 可怕的是 那逐渐凝结了血与结晶 而血与结晶 就是巨兽惊魄的精气光点 在她的悬门血窍内 化作硕大光盘后 二次碾碎的结晶块 这逼迫的她 不得不在一块巨兽金破 炼化后 迅速地再取出一块 没太久 第九块巨兽金破 也被她换出了 主人 我记得 你答应伤会两块 还答应了那女人一块的 鼎魂在这时候 也有些不安 不由提醒了一句 我不容恋 会死 而且 会死得很惨 鱼鸳咬牙切齿地说 为什么会这样 鬼知道会不会是明顿昆丛中作梗 于冤沉默了下来 也想过这个可能 但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似乎又不太像 没太久 第十块巨兽金破 也被她拿出来 被她给引燃炼化 仅仅半课中 第十一块巨兽金破 同样从戒子手镯取出 鹏的一声 金破燃烧起来 星星点点重新充满幽暗殿堂 再然后 被她弃血小天地内 那从巴掌大小 到连台 到三亩地 到浮空血色陆地般的血雨结晶 迅速吞没一空 心神内窥 她看着在她的气血小世界 凭空多出了奇物 一座血红色 如玉石般 晶莹剔透的宽阔台面 台面占地数十亩 悬浮在气血小天地 绽放出药木地血红光芒 内部 气血能量汹涌澎湃 暗含生命造化异能 仿佛 她这具血肉躯体的任何商创 都能在极短时间 被那血红台面的能量 心而易举地治愈 此台面形成 似乎还能帮助她 更快地吞没气血能量 她看着眼前的巨大台面 感应着其中的动静 渐渐生出一种熟悉感 觉得这台面似乎在哪儿见过 好半场 她三魂大震 失声尖叫 主人 发生了什么 你 并没有继续取出巨兽 惊魄啊 顶魂传递意念 你还有一块巨兽 惊魄可用 不用急着惊剧的 刚刚渝渊说过 停止恋化巨兽 惊魄 她会死 顶魂以为她怕巨兽 惊魄耗尽 不 不是的 渝渊如波浪谷般地摇头 里面 发生了什么 顶魂奇道 被那些巨兽的精气光团赶走的她 在外界 是不能看到渝渊气血小天地变化的 所以不知道渝渊因何而震惊 明顿昆的第一块血肉精气的结晶 在我的气血小天地 逐造出一座血祭坛 渝渊的怪叫声 鬼哭狼豪般 颜色不一样 和形态 给我的感觉 就类似于血祭坛 一座血红色 如红玛瑙 红翡翠 虚伏着的血祭坛 第539章潜力无穷 11块巨兽惊魄 以太阳精火逐个炼化后 渝渊的气血小天地 多出了一座深红如血的祭坛 和外遇天魔 清净全足力量打造的祭坛 竟有七八成相似 矗立在气血小天地半空的那座祭坛 血光灿灿 晶莹剔透 美轮美奂 似蕴藏着天地间的无穷生命玄妙 心神端详着那座血祭坛 于渊都为之惊叹 惊叹此座血祭坛的瑰丽 惊叹之余 他又心生不安 为何是一座血祭坛 那些巨兽惊魄得得来 是在混浊魔胎内部 是那明顿昆寿之余各类污秽杂质侵蚀 又被天邪宗的士骨缩洞穿身躯时 被他借沙摩顶 以那沙摩炼体树攫取其血肉精华 凝结而成 偏偏 就是这么一座相似的血祭坛 因此而成行 他很难不去深想 一座血祭坛 顶魂也被震折了 一段段魂念如海啸般 在鱼渊的星湖掀起 怎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炼化那些星空巨兽的精华气血 不是应该和开辟黄亭小天帝一样 一次次地增容 淬炼精醇吗 显然 鱼渊气血小天帝的异常 他也不明缘由 他以为 鱼渊将那些巨兽惊魄熔炼之后 磅驳丰沛的血肉精气 会令他的悬门血窍 如开天辟地般 凭空扩大数倍 气血小天帝越辽阔 能容纳巨勇的气血越多 越有利于鱼渊修行 而且 他没有被驱逐出去 没有离开气血小天帝前 鱼渊吸纳进入的 数大气血精华光团 所做的事情 还真就是如他设想的那般 万没有料到 他离开不久 一切都变了 他心主人的气血小天帝 没有如他所料的那般 因此而扩大 因此而气血更为精炼 能炼化更多的气血能量 只是 多了一座奇怪的 血欲雕刻而成的神秘祭坛 鱼渊气血小天帝之变 超出了他的正常认知 在他悠久的岁月合计一体系 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合计载 有没有觉得不是 他小心询问 鱼渊静坐着 以心神看着气血小天帝的一景 默默感受了一阵子 道 没任何不适感 反而觉得很不错 怎么说 顶魂惊奇 这座血祭坛 内脏的生命精细 能为我所用 鱼渊豁然而起 道 你助我淬炼体魄 我们试试看 好 有黑大顶陡然变大 在此幽暗殿堂内 将鱼渊照在其中 忽然间 从大顶内壁的魔纹深处 蹦射出绚烂神红般的流光异能 斑驳灰暗的光点 绿色 深褐色的流泉 腥臭味扑鼻的烟雾 沙磨炼体术 鱼渊成喝 深如一个大漩涡 将各式各样的异能流光 通过浑身毛细孔 口鼻 各大隐秘血窍 迅速吸纳入体 如冲了气的皮球 它的身躯渐膨胀起来 咔嚓 痴痴 骨骼的一根根骨结 在它没活动时 便传来一响 它伸展胸腔 筋膜拉长 骨关节碰触的动静 声音更加奇怪 肉眼不可见之处 随着沙磨顶的助力 众多异能流光的汇聚 它的肌肉被破坏 筋脉细为储 有些血缝断 脆弱的骨头碎裂开来 五脏六腑 更是因为那些异能渗透 因沙磨练体术的主动协助 承受着伤创 停 心念一起 魔爵停下 大顶也不再被注入的异能流光破坏 这句突然遭受伤创 表面安然无恙 内部很多区域受了伤的体魄 被它试着调用气血小天地内 那座多出的血祭坛治愈 修修修 气血小天地 似有一树树神光红殿 从那座血祭坛飞射而出 八条旗经 如滚滚涌动的江河 充盈着暗含生命能量的气血精华 八条旗经的脉络 指向它的五脏六腑 那些含着生命能量的气血精华 溢入脏腑的刹那 本来还有些严重的伤势 以它都觉得扎舌的速度迅速治愈 短短几个呼吸 脏腑的伤势 就不再构成麻烦 十二条正经 在八条旗经之后 也导引了那些血祭坛内所含的生命能量 流淌在经脉和骨骼 最后才是血肉 生命能量汇聚之处 体魄的伤创 简直就是要到病除 先脏腑 后经脉 再后骨骼 最后血肉 没耗费太长时间 因沙摩练体术的淬炼打熬 造成的体魄伤创 就已经痊愈了 且更为的坚固强大 鱼渊的眼睛 悄悄亮了起来 到恢复力加快了数倍 顶魂也瞧出了 将鱼渊罩在当中 以其在混琢磨胎吸扯的怪异力量 洗涤他体魄时 鱼渊的血肉被破坏的程度 他都有数 他也没想到 在短短时间内 鱼渊就能恢复如初 而且 给他的感觉还更胜以往 是那座血祭坛的功效 他惊奇到 鱼渊轻轻点头 犹豫了一下 他将第二枚玄血补天丹取出 一口吞入腹中 仅片刻 那枚玄血补天丹所含的气血 药效 竟然都被他玄门血窍内 那座新城的血祭坛给吸纳 血祭坛 在给予他一部分 含有生命能量的气血之后 深红色泽 稍稍淡薄一点 仿佛是 血祭坛内部所着的气血能量 会因为流逝 而导致颜色改变 由浓变淡可血祭坛的规模 大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这座血祭坛在他的气血小天地 像是成了一个蓄水池 蓄水池的池水 血肉精气会随之他的动用而减少 可蓄水池 血祭坛本身并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全血补天丹的气血 在他腹部炼化后 血肉精气一流入他的气血小天地 就率先被那座血祭坛给吞没 血祭坛的颜色又渐渐变深了一点 我明白了 于冤参吸一口气 对沙摩鼎内的鼎魂说 那座奇怪凝炼的血祭坛 可以是座气血小天地内 另外一个小天地 他具有的气血能量 更精纯 由于含有生命气息 也更容易作用在身上 这座血祭坛 和我们在新近海域的海底 所见的那座蓝魔族打造的血祭坛 有着类似的功效 我用一枚单钥匙过 我应该能通过这座血祭坛 更快地吸纳气血能量 血祭坛能吸收 洗炼 为其赋予神秘的生命能量 而我 可以随意调用 于冤兴奋道 啊 如果可以这样 那你破玄境的境界 岂不是会很快 顶魂欢呼 他对修行者的每一步境界 都撂若指掌 他伴随过不止一任主人 血祭坛既然能给予于渊 快速治愈伤势的神异力量 再加上他的存在 于渊在此境的乐破 将会不可思议地顺利且迅速 因为 破玄境的境界和突破 着重一个破而后利 破 他可以借助沙摩顶 以顶内所存的各类异能流光 毒素 海底金铁尘埃 等等腐蚀血肉 不能吸纳的力量 去破坏摧毁体魄 后面的纳的力 是一个再次治愈修复的过程 这个过程 比起破坏来 要缓慢得多 可纳做气血小天地的血祭坛出现 让于渊看到一道曙光 他只要有充沛的血肉精气来源 就能被血祭坛迅速吸纳炼化 再回赠反补他 令他 能迅速地治愈商创 逐造筋骨血肉 这也意味着 他的破旋径突破 将会迅捷无比 只要血祭坛没有别的问题 我就能在短时间内 连续突破到中期 后期 于渊很是激动 我需要零售夭兽的血肉 或者蕴藏气血的丹丸 通过这座血祭坛 通过沙摩顶 我能迅速突破此境 抵达入围境 血祭坛需要充盈气血精华 经过祭坛的提炼转化 赋予生命气息 他只要有充足的气血来源 都能经过血祭坛的吸纳凝炼 作用在自身 让这一径的突破 短时间完成 比修的是沙摩宗的炼体术 这种魔爵更依仗血肉生灵的气血 药草炼化的丹丸 效果汇辱很多 并魂想了想 说 以强大异兽 天外的生灵 提炼出来的丹丸 或是自己吃食 会更快一点 我知道 第五百四十章 烦恼 赤魔岛 一片片莲花瓣 如一甲披挂在身 浑身沐浴着吃烈火焰的圆莲窑 从一座火山口喷泊而出 踏虚空踏步 条条赤红岩浆之夜 如胶蟒般 藏在花瓣内 一股令人生味的霸裂气势 从他的丹田血窍爆发出来 若有自在静 原神静大修在死 能一眼看到他的气血小天地 多出了一个岩浆潭 岩浆潭内 火焰之水涌动着 蕴藏着爆炸般的岩能 潭水之中 还飘着极朵火莲花 正腰也必盛开着 熔岩魔爵 他竟然就这么入门了 原秋访看着暗女 从那座火山口 空中踏步而来 感受着热浪的弥漫 动容道 我不得不承认 在修行天赋上 我远不及他 熔岩魔爵 乃赤魔宗一种 以霸裂闻名的魔爵 此魔爵威力巨大 一旦释放出来 仿佛一口岩浆潭爆开 能在短时间内 造成浩大恐怖的岩能狂潮 此魔爵 盛在短期爆发 持续力不足 修炼熔岩魔爵者 要寻觅众多喷发的火山 静默在岩浆火海内 将熔岩以魔爵炼化 纳入到气血小天地 在现今的赤魔宗 敢于修炼熔岩魔爵 且有小成者 也不多见 灵练初音神不久的 袁莲瑶 再次见到方耀时 被传授了熔岩魔爵 以赤魔岛的火山提炼 岩浆之夜 算是顺利地入门 轰 他落在方耀 袁秋坊身旁 那一片片的赤红莲花瓣 都如烙铁般赤红 带着点硫磺熔岩气味 谢谢方大人 他举身衣里 笑容灿烂 方耀摆摆手 我知道你可以的 容颜魔爵修成了 我回通天道了 圆莲瑶魂念一动 披甲在身的花瓣 一片片地展开来 破理他那句 妖娆曼妙童体之后 再次聚合为莲花 消失在他的戒子手镯 我还是暗月城的城主 该回去了 你是急着回暗月城 还是急着去通天岛 见那个叫于渊的小子啊 方耀笑着调侃 袁莲瑶一本正经地说 急着回暗月城 方耀呕了一声 道于渊出事了 此言一出 袁莲瑶郊区骚然一阵 慌道他怎么了 看看 你看看 方耀指着他 对袁秋坊说 无风不起浪 我就说外面的那些传言 应该是有些依据的 袁秋坊脸色怪异 不接话 他心中有个秘密 从未对方要说过 在暗月城和于渊最先接触的他 到现在依然认为 懂恋丹 懂解决吃恋魔爵反噬 懂很多秘星的于渊 该是极灭大陆北部 某位老怪的一缕分魂 这样的于渊 他会敬畏 却不为因为那些传言而感到欢喜 一个老怪啊 怎么能配得上 被赤魔宗正式接纳 他这位如日中天的爱女 所以 方耀的调笑 他听在耳中 不仅不开心 还有点个硬 于渊到底怎么了 袁连瑶急道 莫 方耀伸手一指 他和同老前两人 秘密去了那座不知名岛屿 驱赶了一个叫赌金的驼背老人 然后呢 同老前负责给他把风 而他却在岛上不知所踪 魔宫 通天商会 袁阳宗 林须宗和玄天宗的人 此刻都在寻他 摊开手 方耀都很惊诧 关键就是 没人知道他去了何处 袁连瑶顺势一看 发现是那座岛后 瞬间就明白了大半 我也过去 幽暗殿堂 与渊江那三足丹炉 都给收入戒子手镯 一手握着钥匙 一边挠着头 竟不去了 他看着漂浮胸前的有黑大顶 和顶魂沟通着 此顶恋化之后 就坐落在气血小天地 如今怎么就无法入住 刚刚 莎摩顶想要重返他气血小天地时 竟被排斥在外了 最先占据那方天地的沙摩顶 竟然不能够 如以前那般一闪而入 于渊也感到错愕不解 连番试了试 沙摩顶还是踏足不了 他忽然傻眼了 沙摩顶乃正在复苏的神器 随着沙摩的增多 这件凶名远拨的器物 将会因他而再放光明 可忽然间 收放自如的沙摩顶 不能重返气血小天地 那就会平添很多麻烦 不能收入悬门血窍 这大顶的气息就会外泄 很容易被修为强大者看出名堂 那样的话 他身份就会直接曝露 做事很不方便 应该是彼此相冲 我所炼化的各类力量 国杂不存 极为的混乱 顶魂给出答复 那座血祭坛 求的是纯粹 纯净 没瑕疵 没有杂质的 含有生命之力的气血 于渊一愣 你被驱逐离开 也是因为这样 应该是了 顶魂回应 其实 这样对主人更好 那座血祭坛 更加有益于你气血小天地 我会想办法 另寻一个安身之地 于渊忽然不知该怎么办了 另外 他还在头疼该如何出去 炼化了十一块巨兽金破 在气血小天地造就出一座血祭坛 又将前世留下的灵财收好 他是时候出去了 前世的他 没有想过要修炼魔爵 准备的丹丸大多不适合 他要在出去之后 寻找含有丰沛气血的灵兽 专门供魔修 妖族炼体的丹丸 就能通过血祭坛和纱魔顶 顺利地冲出破玄境了 按照他的计划 他只要离开此殿堂 去通天道购买一些 然后 先去无眉一地找找看 看有没有异兽归来 不行的话 悄悄去一趟荒神大则 荒神大则作为老牌的修行圣地 孕育招数不尽的异兽 坐镇其中的荒神 也是一头罕见的绝世大妖 他所要做的 就是比开荒神的感知 猎杀一些如黑寥兽般的异兽 便能顺利破镜 以他现在的境界修为 在荒神大则捕杀异兽 几乎不可能引起荒神的注意 只要没运气插到 在里面遭遇杜精 还有沈飞情 他都不会有麻烦 可现在 眼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人在幽暗殿堂 而外面潜伏着众多强者 什么毛病啊 幽魔使 朱佩宁 还有几位 都聚集在这里作甚 化身明昆的他 也在另外一处岛屿 这些人守着祠岛 到底想干什么 他烦躁的是 他要是再通过钥匙离开 细微的灵力正法动静 也必会惊动那些人 一方面 他不想过早曝露这间殿堂 不想曝露和前世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 他估摸不准那些人的想法和动机 也预料不出明顿坤的杀力有多大 别一走出殿堂 岛屿瞬间化作战场 又打个天翻地覆 以自己现在的力量和境界 根本不够看 指不定就被坑害死了 要想个法子 悄无声席地离开 或者引发别的冲突 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 取久之后 于渊心中有了方向 想着该以什么办法 才能将矛盾转移 他要将矛盾 转移到明顿坤身上 以人族之身 化名为明坤的那位独言老手 在另一座岛屿上 将自身所有的契机 魂念和力量 隐藏得简直天衣无缝 如果不是于渊 和他在新近海域的海底 有着很深的接触 恐怕也瞧不出 幽魔史 朱佩宁等人 没有嗅到他的方位和动静 也正敏感化名露面的明顿坤 有着足够底气 明顿坤显然自信 没人能清楚明白他是谁 他有多么可怕的隐藏力量 于渊想做的 就是让人知道 他就是新近海域海底的那头星空巨兽 那么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 都会瞬间转移到他头上 于渊甚至觉得 朱佩宁 幽魔史 还有另外几位潜伏者 聚集在他藏身的岛屿 其实真正的目标 依然是明顿坤 守着自己 来逼令竹云现身 也是为了找明顿坤 这头千万年前 降临到号莽天帝 被古老妖族合力镇压 封禁在新近海域海底的巨兽 应该才是那些人眼中的霍乱源头 天外星河的异动 巨变 极有可能和明顿坤相关 如何才能 在此幽暗殿堂 逼得明顿坤暴露呢 于渊摸着下颚 苦思冥想 并要寻出一条明路来 一缕心神念头 一入戒子手镯 他倾点着自己的物资 忽注意到一块血色玉佩 玉佩 和他弃学小天地的那座血祭坛 看着材质有些像 此玉佩 他和戒子手镯一起得到 乃学神骄的安子晴 在他去新晋海域失恋前 赠予他的 是神骄的信物 这东西 会不会有什么玄妙 是神骄的